第二百八十一章剑拔弩张 怎么回事 赤就为大统领秃就环视四周 面无表情 声音低沉 问了一句 有真虎恋单格的修士连忙上前 添油加醋地将方才发生的事描述一遍 呵呵呵呵 秃就完为人世地看着苏子墨 目光残忍 神经兮兮地笑了起来 完了 这个青山修士落入秃就的手里 肯定要被折磨到死 我要是这个人 现在就自觉于此 还能落个痛快 不少修士小声议论着 白要为大统领白宇涵听完旁人的描述 不经皱了皱眉 整件事情透着一丝诡异 原本是真火炼丹德和青霜炼丹德之间的论院 或者说 在缩小范围 是何欣和纳德苏晓宁之间的丝绸 虽然先有盲民纵失伤人 打翻炼丹炉 后有何欣仗势7人 但局势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直到这个青山修士现身之后 局势就完全失控了 克星先动手不架 但这青山修士的反应也太过激烈了 竟然连杀两人 没给对方任何解释的机会 而且 就算斩杀和星算是正当反抗 那随后的震杀赤就位 就说不通了 白宇涵下意识地看向苏子墨 却唯唯一争 陷入王城两大守卫的包围 面对两大守卫统领 其中一个还是手段凶残的突就 这个人竟然没有一点惧色 从此人的眼中 白宇涵甚至看不到一点慌乱 在王城杀人啊 而且杀的是王城守卫 还敢如此果断 如今面对重重围困 又如此淡定从容 此人究竟有什么依仗 突就居高临下 俯视着苏子墨眼中流露出兴奋之色 英策策地说道 很好很好 刚好这段时间无聊 就有人送上门来给我解罚 嘿嘿 你动不了我 苏子墨突然开口 平静地看着突就 话音刚落 人群中一片哗然 这人什么身份 还敢跟赤就位大统领公然叫板 真是嫌自己命长啊 突就脸色一沉 自从他坐上吃就位大统领的位置 这多年来 还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小子 我告诉你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都救不了你 突就寒声道 你放心 我有一百种办法 让你生不如死 到最后 你会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 只求一死 就在此时 另一个声音远远地传来 你还真动不了他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道身影风驰电车般赶来 大步流星 腾空而行 速度极快 转眼间便已经来到此地 来人披着青色铠甲 身形魁梅高大 黑脸求然 竟是清准位的大统领目东青 求然汉子看见苏子墨之后 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放心 苏子墨微微汗手 算是打过招呼 今日 本应该清准位休息 求然汉子不应该出现在此地 而如今 求然汉子能及时赶到 必然是有人通知 苏子墨目光一扫 发现念其不知去向 心中一转 便隐约猜到了真相 这丫头道是机灵 苏子墨心中暗道一声 看到求然汉子现身 听到这句话 围观众人精神一阵 隐约感觉到 局势似乎又有了变化 目东青你今天轮休跑到这里 作甚 突就的目光在求然汉子和苏子墨之间 转了一圈突然问道 求然汉子看似随意的说道 没什么看这边动静闹得挺大 就过来瞧瞧 呵呵 突就笑了笑 道这边没你什么事 有我就足够了 你走吧 好 求然汉子点头印下 降落在地面上 拽着苏子墨的手臂 腾空而起 竟然要带着苏子墨离开此地 嗯 突就神色一变 身形闪烁 瞬间来到求然汉子的身前 截住两人的去路 脸色阴沉 缓缓问的 目东青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求然汉子挡在苏子墨身前 面不改色 突就只着地面上的死尸 冷笑道 此人目无王法 在王城中大开杀戒 而且斩杀我两名赤就位 你想就这么带他走 目东青 你胆子未免太大了 求然汉子皱了皱眉 苏子墨突然在他耳畔低于几句 求然汉子眼前一亮 审声道 突就 既然是赫兴出手在先 那他的死也是咎由自取 至于你赤就位也并不光彩 有明显的偏袒之意 失察之责 目东青 今天清准位休息 这里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智慧 突就眼中跳跃着金光 声音越发冰朗 求然汉子审声道 今日 我只是目东青 不代表清准位 今日之事 也不会有其他清准位插手 结结结 突就突然仰面笑了起来 笑声音森冰朗 令人毛骨悚然 半晌之后 笑声戛然而止 突就手掌拍在橱物袋上 抽出两柄闪烁着寒光的银沟 寒意逼人 缓缓说道 今日你若要护着他 就是跟我突就过不去 跟整个赤就位过不去 到时候 别怪我不讲情面 听到这句话 在半空中的赤就位 纷纷抽出灵气 目露凶光 脸色不善地盯着求然汉子 求然汉子沉默下来 突就这是以整个守卫之力来施压 只要他敢有所意义 就是以整个赤就位为敌 就在众人都以为求然汉子要妥协的时候 求然汉子半步不退 手掌在橱物袋上轻轻一抹 一柄巨大的铁锤已经落在掌心中 散发着沉稳厚重的气息 针锋相对 还是那句话 今天你动不了他 求然汉子目光如炬 手中的铁锤一颤 灵光大胜 气息大涨 四道灵魂璀璨夺目 引来一阵阵惊呼 四道灵魂 极品灵气 众人哗然变色 一方面 是惊讶于求然汉子手中的极品灵气 另一方面 众人没有想到 求然汉子为了这个青山修士 竟然要与整个赤就位为敌 求然汉子的手中的铁锤闪烁出灵光 气息牵引之下 半空中的众多赤就位也纷纷运转灵力 手中的长歌灵光大胜 飞剑高悬 转眼间 双方已经是剑拔弩张 随时都会大打出手 第二百八十二章面剑天赐 在众人看来 这场冲突不管起因是什么 发展到如今 已经完全失控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两名赤就位身死 突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可能退缩 必然要讨个公道 否则不但是他 就连整个赤就位今后在王城中都会入了名声 如今求然汉子的态度 犹如火上浇油 突就和赤就位更没理由退让 实际上与众人所料不同 突就此时是骑虎难下 进退两难 这幕东清拿里搞来的极品灵器 真是可恶 突就暗骂一生 眼中略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妒忌 虽然是赤就位的大统领 但这么多年来 他却始终没有弄到一件极品灵器 若是按照正常情况 双方大战 有他牵扯住求然汉子 其他赤就位可以轻轻松松地将那个青山修士镇压 而如今 求然汉子突然掏出来一件极品灵器 他的实力 本就弱于求然汉子 再加上这件极品灵器 突就就更不是求然汉子的对手 真打起来 结局难料 就在此时 白宇涵开口道 两位统领 你们若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在王城中大打出手 引起恐慌 大王怪罪下来 恐怕两位统领都难逃择罚 求然汉子和突就对峙 剑拔弩张 此时有资格说上话的 就只剩下白宇涵一个人 双方之间的气氛 稍稍缓和了一些 白宇涵继续说道 我提格建议 两位统领各退一步 即刻上朝面见天子 交由大王来处置定夺 听到这句话 求然汉子和突就两人同时输一口气 放松下来 我没问题 突就汉子冷笑一声 先一步开口 在他看来 只要面见天子 求然汉子必会受到惩罚 这个青山修士也难逃一死 求然汉子收起兵器 也点了点头 道可以 白宇涵抱拳道 如此甚好 我先行一步 去王宫中禀报此事 说完 白宇涵转身离去 化为一道流光 眨眼间消失在众人眼前 突就的目光在求然汉子和苏子墨身上打了隔转人 眼中闪过一抹嘲弄 说道 走吧 到了王宫大殿之上 天威浩荡 我看你们能说出什么来 求然汉子笑了笑 没接话 转头面向苏子墨 低声问道 先生 你还有什么嘱咐 稍等 苏子墨来到小宁面前 哥 苏小宁眉头青醋 一脸担忧 纤细的小手下意识地抓住苏子墨的衣袖 不敢松开 急得都快哭了 哭什么 苏子墨微微一笑 伸出手掌 宠溺似地揉了揉苏小宁的脑袋 将他额头的长发全都弄乱了 小的时候 苏子墨最爱弄乱小宁的头发 每一次 小宁都会大发雷霆 追打着苏子墨 两人一追一逃 跑过草坪 越过溪流 直到全都大寒淋漓 精疲力尽 才不顾形象的蝶坐在地上 不但头发乱了 身上也是沾满了尘土 狼狈不堪 那时候 两兄妹又会相视而笑 哪怕回家被大哥训斥 依然乐在其中 如今 苏子墨做出这个举动 本想着转移小宁的注意 却不料 小宁哭得更加凄惨 已是气不成声 苏子墨柔声道 不用担心 我死不了 哼 青霜恋丹德的杨玉文言 不禁冷笑一声 斜眼看着苏子墨 道 你以为你走进王宫 还能活着出来 苏子墨目光一横 一股冲天煞气 骚然迸发 仿佛带着浓郁的血腥气息 令人心神战力 杨玉气息为之一致 刚刚到嘴边的几句话 又咽了回去 地上尸骨未寒 鲜血还带着温热 敢在王城中大开杀戒的人 哪个敢招惹 苏子墨拍了拍晓宁的肩头 笃定地说道 你先回去等我 一会儿我就出来接你 似乎感受到苏子墨语气中的自信 苏晓宁止住哭泣 小声地问道 真的 嗯 苏子墨点点头 另一边 突就来到真火炼丹格的修士面前 陈生说道 你们现在就回去 通知真火门在王城中最有地位声望的修士 向真火炼气房的张长老等人 让他们全部上朝拜见天子 遵命 真火炼丹格的修士会议 转身离去 突就微微侧目 看着不远处的苏子墨 冷笑一声 道 小子 你的依仗无非就是木东青 但我告诉你 今天谁都救不了你 苏子墨神色平静 毫不畏惧 淡淡地说道 话可不要说得太满 求然汉子 苏子墨突就三人动身 朝着王城行去 很快消失在众人眼前 念见天子的话 这个青山修士也难逃一死 若是青准为大统领想要死保死人 自己都要被连累 嗯 双方虽然都是王城守卫大统领 但另一边 还有真火门的存在 若是真火门中的诸多长老 真人出面施压 就算是大周天子也得卖个面子 不错 大周天子不可能为了一个助击修士 得罪整个真火门 呵呵 不是每个人都是莫先生 与真火门掰万子都能掰赢的 人群久久不散 议论纷纷 木东青 你那极品灵气是哪里弄来的 半路上 突就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 求然汉子沉默不言 突就眼中闪过一抹阴朗 悠悠地说道 最近在天宝拍卖房中没有 极品灵气拍卖的消息 而你的极品灵气居然是一柄锤子 跟你正好相配 就像是有人为你量身定制的一般 顿了一下 突就缓缓问道 这柄锤子 是莫先生出手为你定制的吧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求然汉子转过头 似笑非笑地问道 突就傲然道 如果你能帮我引荐一番 让莫先生也为我定制一件极品灵气 今日我就暂且放你一马 木东青 今天你没机会赢的 话音刚落 突就心有所感 唯唯侧目 只见苏子沫正看着他 神色古怪 眼神中好像带着一丝信念 这种眼神 让突就心生厌恶 突就森然一笑 韩生道 小子 等你落在我手中 我就先将你这对人眼珠子挖出来 让你看个够 苏子莫闻言 轻轻一笑 道 有趣了 第二百八十三章 平他事莫林 听雨宣 王宫的一处雅致之地 皇族中人用来听雨 观雨之所 宣前一红清水 漂浮灼荷花 荷叶 石边有芭蕉 翠竹 无论是春雨绵绵 还是秋雨萧萧 那在这不同植物上 加之听雨之人的不同心境 耳畔 心间都会响起不同的声响 别有韵味 苏子莫三人刚刚踏入王宫没多久 便有人上前 将三人带到了此地 听雨宣中 只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先一步赶到的白雨寒 另一人身着金黄色的颈袍 长发披肩 站在窗前 仰望着天空 虽背对着众人 看不到容貌 却有一股难以描绘的威严扑面而来 令人心声折服 拜见大王 求然汉子和秃鹰连忙丹西跪地 拱手喊道 嗯 周天子的声音低沉 很有雌性 苏子墨看着周天子的背影 目光闪烁了下 报 就在此时 一位进军飞奔而来 审声道 真火炼器房 真火炼丹德等十位长老连妹求见 准 周天子又应了一声 算是回应 突就微微侧目 挑衅式的看着求然汉子 冷笑连连 求然汉子不畏所动 神色平静 很快 有十位金丹真人破空而来 几乎都是须法花白的老者 这些金丹真人虽然是真火门的 但在王城中却呆了数百年 像是真火炼器房的张长老 在这十人之中都算是年轻的 周天子依然没有回头 也不说话 只是仰头望着天空 不知何时 天空中已经是乌云密布 眼看就要有一场瓢泼大雨倾泻而下 没有人能摸清这位大周天子的心思 听宇轩中的气氛 突然变得有些压抑沉闷 白宇寒站出来 道 诸位有什么要说的 就在这说吧 最后大王会做出定夺 真火门十位长老互相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站出来 指着苏子墨审声道 此人在王城中肆意杀戮 目无王法 不但毫无缘由斩杀我两位真火门弟子 还镇杀两名赤旧位 其心可诛 通龙 就在此时 一声惊雷乍响 接近着 大雨如柱 倾盆而下 在哗啦啦的大雨声中 突就缓缓说道 启禀大王 此人末是王法 无异于挑衅天子威严 不杀部族以正式听 不杀部族以平民愤 不杀部族以正国法 另外 此此犯下滔天大罪 目东清身为清准位大统领 不但不避嫌 还站出来包庇此人 险仙酿成一场大战 造成守卫自相残杀 我以为 当剥夺木东清大统领之职 将其囚禁镇压 永世不得脱身 随着秃鹰话鹰的落下 外面雨势更急 雨点滴落在芭蕉荷叶上 猛烈急奏 竟隐隐犯起一股肃杀之意 弥漫在听雨宣中 周天子覆手而立 望着窗外奏语 依然没有说话 听雨宣中 陷入短暂的沉寂之中 气氛越发压抑凝重 半赏之后 苏子墨缓缓开口 说道 诸位少说了一件事 是贺星先对我出手 真火炼气房的张长老冷笑道 据我说之 贺星当时只是要打你的嘴巴 最多就是羞辱你一番 但你却杀了他 苏子墨淡淡地说道 羞辱我 那他就死得不冤 哈哈 张长老大笑一声 道 真是可笑 你是什么身份 只是羞辱你一下 贺星就得拿命来海 我的身份 贺星碰不得 他碰一下 就得死 苏子墨一字一顿地说道 真火门十位长老神色一变 他们隐约感觉到 苏子墨不像是在说笑 突就也意识到 形势似乎不大对劲 在天子面前 苏子墨还能如此淡定从容 就意味着他必然有依仗 凭什么 张长老咬牙问道 就在此时听雨宣中响起另外一个声音 凭他是大周王朝的第一炼启师 莫林炼器房的主人 莫林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周天子缓缓转身 露出真容 额头宽广 眉宇肩不怒自威 双眸炯炯有神 正是几个月前曾光临莫林炼器房的 那的黄袍男子 话音一落 全场除了囚然汉子 全部愣在当场目瞪口呆 这个青山修士是莫林 莫林不应该是金丹真人马 此人只是助击后期 怎么可能炼制出极品灵气 张长老脑海中更是一片混乱 身为助击后期 莫林怎么可能在几个月前那场暗夜刺杀中活下来 如果这番话不是出自于周天子的口 根本没人会相信 即便是如今在场众人也是抱有怀疑 满腹疑惑 求然汉子早知苏子墨身份 还算淡定 而白宇寒的眼底闪过一抹明雾 暗存道 原来这才是你的底牌 怪不得你如此淡定 无论争火门 突就有什么说辞 只要最后苏子墨亮明身份 都能扳回局势 这其中 最萌的人要数赤就为大统领突就了 这怎么可能怎么突然就突就想了无数种可能 唯一没想到的就是眼前这个人会是莫林 如果真是这样 那和新出手 想要羞辱大周王城的第一炼气师 也只能算是就由自取 死有余辜 不知何时 外面的雨竟然停了 奏雨来得及 停得也快 周天子看着苏子墨 目光如炬 含笑道 墨先生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原本周天子还想着突然现身 肯定会让苏子墨惊讶无比 但恰恰相反 苏子墨神色平静 看起来很淡定 苏子墨只是微微躬身 拱手道 不敢当 之所以如此淡定 完全是因为 在几个月前 苏子墨就已经隐约推测出黄袍男子的身份 突就知道自己之前的行为 已经与苏子墨结怨 此时把心一横 审声道 就算你是墨灵 斩杀赫星名正言顺 但你为何要杀我赤就位 苏子墨道 之前赫星 盲民纵失伤人 赤就位选择视若不见 怎么到我这里 赤就位二话不说 上来就要置我于死地 统领大人 我甚至怀疑你和真火门居心伙策 今日在永星房联手设下这的死局 想要坑杀我 话音刚落 真火门十位长老和突就的脸色变了 苏子墨这番话 堪比唇枪舌剑 足以诛心 在此之前 大周天子有明确告示 今后谁都不许找莫灵的麻烦 而如今 他们刚巧不巧地与莫灵冲突 若是解释不清 真容易引来大周天子的误解 到时候 承受天子怒火的 可就是他们了 三言两语之间 扭转乾坤 听语宣外 一缕阳光冲破乌云 洒落在池水上 映照出一片绚丽的霞光 第284章尘埃落定 突就下出一身冷汗 连忙跪地 沈声道 在这之前 属下根本就不认识莫先生 更谈不上与真火门联手设局 请大王明察 真火炼器房的张长老瞪着死鱼般的双眼 似乎想要从苏子墨的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眼前这个人是墨灵 被称为大周第一炼器师 可以定制极品灵器的墨灵 这个人才多大 不过二十出头 真火炼器房在王城中立足数千年 比运深厚 最后敬拜给了眼前这个年轻人 其他真火门长老也被这个消息冲击得方寸大乱 神色惶恐 看到这里 身为白要为大统领的白宇寒轻轻摇头 暗叹一声 实际上 如果眼前这个青山修士只是一个普通人 就算是赫星出手挑衅在先 出于权衡 周天子必然会倾向于真火门和赤就位这一边 此人难逃一死 而如今 这个青山修士摇身一变 竟然多了一个身份 至少在大周王城之中 莫灵这个身份 足以对抗真火门 甚至这两年来 影响力有有过之 真火门和赤就位撞到了铁板 只能自认倒霉 周天子私存少许 扬声道 真火门仗势欺人 纵失伤人在先 赫星又出手挑衅莫先生 落得身死当场也是旧游自取 突就 你出身真火门 算是真火门半个弟子 在此事中 明显有偏袒之意 且 你欲下无方 没能第一时间将此事遏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有失察之责 盲民众失伤人后 若是能有吃就位出宴主持公道 苏子墨根本就不会当街杀人 正是因为吃就位的不作为 眼看着小宁被真火炼丹德和青霜炼丹德的人欺负 孤立无助 才让苏子墨心生杀鸡 周天子继续说道 突就 罚你一年俸禄 一年无休 若王城中再有类似之事发生 必将延场 多谢大王 周天子摆了摆手 道 行了 你们都散去吧 墨先生留下 此事尘埃落定 真火门十位长老突就 求然汉子白宇涵从听雨轩中退去 真火门十位长老受到的打击不小 在这之前 真火炼器房与墨灵的交手就输了一局 在王城的名声一落千丈 而如今 真火炼丹德刚巧不巧 又撞上墨灵 年轻一辈最有潜力的炼丹师生死 可谓是损失惨重 墨灵 墨灵 张长老恨得咬牙切齿 阴沉着脸 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怨恨 听雨轩中 墨先生 好算计啊 等众人散去之后 周天子似笑非笑地看着苏子墨 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苏子墨神色不变 没接话 周天子笑了笑 转开话题 问道 墨先生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宗门大笔 结束之后 就会开启上古战场的通道 你有什么打算 上古战场中有大机缘 我自然是想进去闯荡一番 到时候 我会参加宗门大笔 苏子墨说道 周天子笑了笑 道 以先生的能力 不必参加宗门大笔 气榜上也必然有先生的位置 这样吧 宗门大笔时 我邀请先生成为评审之一 到时候可以指点一下参加大笔的各宗才俊 气榜第一的位置 我会给先生留出来 大笔结束后 先生与旁人一同进入上古战场 如何 多谢大王 苏子墨拱手道谢 顿了一下 又道 上次大王要定制的极品灵器 已经练制好 先放你那吧 到时候 我会让人去取 周天子随意地说道 苏子墨唯唯一争 虽然心中有些迷惑 却也没有开口询问 苏子墨心中担心小宁 公生告退 便在侍卫的带领下 离开了听雨轩 就在苏子墨离开听雨轩的时候 有一对天子进军巡逻至此 为首一人身披金甲 神色冷酷 目光锐利 环视四周 金甲进军正巧看见苏子墨从听雨轩中离开 刚要错开目光 却又突然想到了什么 神色一变 嗯 金甲进军眯起双眼 朝苏子墨的方向凝神望去 苏子墨的步伐很快 转眼之间 金甲进军就只能看到一个背影 是他 怎么可能 金甲进军低估了几句 目光闪烁 若有所思 几年过去 那个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太大 按理来说 那个人没有灵根 不可能修行 要不是那一席熟悉的青山和青秀的侧脸 金甲进军根本不会将两个人联想到一起 金甲进军犹豫少许 眼中闪过一抹杀鸡 回头跟身后一位进军说道 你们继续巡逻 我有事出去一下 尊命 身后的进军攻身硬道 金甲进军朝着苏子墨离开的方向 悄悄地跟了上去 听雨宣中 就在苏子墨离开没多久 一位儒雅之士飘然而至 正是原音真军明泽 明泽真军苦笑一声 道 看来这个墨离之前还真猜到了大王的身份 否则今日他不会如此淡定 有意思 居然想到要借我的事来破局 周天子也笑了笑 问道 被灵失所伤 青双门纳的女子叫什么 明泽真军说道 据说是叫苏晓宁 与墨离互称兄妹 此人出身不明 没人听他提起过 不过据其他弟子所言 此女在青双门中倒是与三公主走得挺近 周天子皱了皱眉 明泽真军分析道 两人姓氏不同 有两种可能 一 墨离本姓苏 二 苏晓宁是他任的妹妹 但不管哪一种可能 都证明苏晓宁在墨离心中的分量极重 周天子点了点头 双眼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缓缓说道 表面上 赫兴的死 是源于他出手在先 想要教训墨离 但实际上 此事明显是墨离想要为自己的妹妹出头 引诱赫兴先出手 所以才当街杀人 是啊 那个赫兴傻乎乎的 环梅看清形势 真要教训墨离 没想到自己丢掉了性命 明泽真军摇头感叹 周天子悠然道 刚才我点了他一句 相信他能听明白 明泽真军道 嗯 大王没在众人面前戳穿他的心思 也算是卖他一个莫大的人情了 至于苏晓宁的身份 或许三公主知道些什么 嗯 周天子点头道 雪儿也快回来了 第285章灵气太多了 青霜恋丹格 几位女羞聚在苏晓宁的身边 神色有些亢奋 双眼燃烧着熊熊的八卦之火 叽叽喳喳的不停 小宁 那人真是你个妈 以前怎么从未听你提过啊 他叫什么 多大年纪 来自河门河派 可有道理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 伴入咱们青霜门呢 小宁 看你们这么亲密 你不会是他的道理吧 苏晓宁倾醋而眉 眼中尽是担忧之色 明嘴不语 有人见苏晓宁情绪低落 便出言安慰道 小宁 你也别太着急 这刚刚过去一个时辰 还早着呢 我劝你还是死心吧 就在此时 后堂走出来一个女修 眉间带煞 正是众多女修的师姐杨玉 杨玉冷笑连连 道 在王城中连杀死人 还指望着此人能活着出来 做梦去吧 苏晓宁深吸一口气 坚定地说道 我哥他答应过我 一定会来接我 真是天真啊 杨玉毫不掩饰眼中的激凤 说道 被杀的四个人中 两个是真火炼丹格的弟子 两个是赤就位 你以为真火门和赤就位都是吃素的 你以为你哥是谁 能跟这两大势力抗衡 杨玉每说一句话 苏晓宁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他心中也清楚 苏晓末能活着走出王城的几率很低 但他就是愿意相信苏晓末 杨玉的话风一转 道不过呢 话也不能说得太满 在这王城中 有实力与真火门和赤就位硬汉的人 也不是没有 比方说 杨玉故意卖了个关子 与吊拉掌 等苏晓宁露出期待之色 才缓缓说道 比方说 你哥是皇族中人 呵呵 没等说完 杨玉自己就先笑了出来 眼中尽是信悦 他完全就是在捉弄苏晓宁 如果苏晓末是皇族 身为赤就位的大统领还能认不出 杨玉又道 当然 除了皇族 还有一个人 在这王城中的能量 也足以对抗真火门加上赤就位 那就是 苏晓宁明明知道杨玉是在捉弄他 但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看着杨玉 等着对方给出一个答案 那就是 大周第一练器师莫先生 杨玉说道 苏晓宁眼前一案 杨玉轻笑一声 道 让我想想 苏师妹 你哥不会是莫先生吧 咦 不对啊 你姓苏 莫先生姓莫 好像查得有点远 嗯 而且我听说莫先生是金丹真人 你哥他好像是住基后旗 呵呵 苏晓宁道 杨师姐 你不必在那里阴阳怪气 冷嘲热讽 我相信我哥 他一定可以活着回来 哈 杨玉吃笑道 如果你哥能活着回来 我杨玉 杨玉话音说完 目光一瞥 正看见一道身影正舵步而来 身着青衫 眉目清秀 缓缓走入大堂 大堂中的修饰 全部都愣在当场 目瞪口呆 一脸震惊 怎 怎么可能 你 你 杨玉看着来人 脑海中一片混乱 这个在他心中已经是必死的一个人 就这么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 苏子墨冷冷看着杨玉 道 继续说 如果我活着回来 你要怎样 嗯 被苏子墨凌厉的目光盯着 杨玉觉得心头发慌 下意识地偏过头 不敢与其对视 没来由的一阵心悸 哥 苏晓宁惊呼一声 满脸欣喜 如燕归朝般一头扎进苏子墨的怀中 低声唾气起来 苏子墨眼中流露出一抹柔色 轻轻拍着小宁的后背 苏子墨将小宁扶到一边 缓缓向杨玉走去 神色冷漠 目光如刀 隐隐散发着一股凌厉的杀意 你 你要干什么 这里是青双链单格 容不得你放肆 杨玉有些慌张 色力内忍地呵斥着 人却在下意识地后退 王成忠 我都敢杀人 你以为在青双链单格 我就不敢杀人 苏子墨继续逼近 目光冰朗 杨玉咽了一下口水 心中越发慌乱 惊恐万分 虽然他是筑基圆满 比苏子墨的境界还要高上一筹 但此时却已经完全被苏子墨的气势振折住 一个敢在王成中大开杀戒 而且又安然无恙地从王宫中走出来的人 哪个不怕 别说是他洋玉 就算是青双门的荆单真人 此时都有所顾忌 目不清苏子墨的身份 根本没人敢动他 在真火门和赤就位的联手镇压下 还能活下来的人 这身份怕是高得没边人 谁敢去碰 很快 杨玉已经靠在墙上 退无可退 知道那四个人为什么死麻 苏子墨来到杨玉身前 你也问道 杨玉脸色苍白 摇了摇头 苏子墨缓缓说道 因为他们欺负小宁了 而且 你也欺负了 我没 没有 杨玉的辩解如此无力 苏子墨话锋一转 又道 不过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听到这句话 杨玉如蒙大赦 常常吐出一口气 不觉间 后背已经湿了一大片 苏子墨的眼中闪过一抹玩味人 笑道 我不杀你 只是因为 会有人收拾你 杨玉刚刚放下的心 又提了起来 就在此时 苏晓宁跑过来 将苏子墨拉开 看着杨玉说道 杨师姐 咱们之前说过的交易还算数吧 我把这尊炼丹炉卖给你 你给我五千块上品灵石或者是一件上品灵器 说着 苏晓宁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尊炼丹炉 正是这尊炼丹炉 才引来真火门赫兴的寂云 引起之后的一连串冲突 这尊炼丹炉被小宁的鲜血尽染 已经露出不凡之相 而且苏子墨看得出 小宁对这尊炼丹炉极为喜爱 不知怎的 如今又要拿出来卖了 小宁 你卖这炉子干嘛 苏子墨心中不解 问道 苏晓宁认真的说道 哥 我看你始终都是空着手 想必没有趁手的灵气 我卖了这尊炉子 就有钱帮你去定制一件上品灵气了 苏子墨心中一暖 宠溺地揉了揉小宁的脑袋 笑道 快把炉子收起来吧 苏子墨煞有其事地说道 小宁 我跟你说啊 我空着手 不是因为没有灵气 而是因为灵气太多了 哼 又吹牛 走吧 我带你去我那瞧瞧 苏子墨不再理会洋狱 带着小宁离开了青霜恋丹阁 第二百八十六张户为猎物 从青霜恋丹阁离开的时候 已是傍晚 街上行人见少 兄妹两人几年未见 自然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杨师姐刚刚还说 只有皇族中人或者是莫先生 才能安然无恙地回来 嘻嘻 原来我哥也可以啊 他这一点倒是没说错 啊 因为我就是莫先生 才不信 苏子墨玩耳一笑 也不解释 带着小宁禁止朝着墨灵炼器房走去 没过多久 两人来到墨灵炼器房的门口 在苏小宁迷惑的目光之下 苏子墨敲响了墨灵炼器房的大门 不依惠尔 一个顶着枯黄头发 容貌却惊艳无疲的少女探出头来 正式念琪 公子 炼琪看见苏子墨之后 满脸欣喜 心脆地唤了一声 嗯 苏子墨点点头 将小宁推过去 道 这是我妹妹 你们随便聊聊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 晚些回来 好 公子放心 念琪乖巧地点了点头 苏小宁张着小嘴 瞪着双眼 看着横梁上墨灵炼器房那五个大字 一时间人无法将苏子墨与明镇王城的墨先生联系到一起 直到苏子墨离去 苏小宁迷迷糊糊地被念琪带到院子里 才渐渐缓过神来 我哥他 真的是墨先生 苏小宁看着念琪 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啊 念琪指着在旁边趴着的大黑狗 笑着说道 他叫叶灵 是公子的灵兽 墨灵二字 就是公子和叶灵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的来 叶灵睁眼 淡淡地看了一眼苏小宁 动都没动 继续闭目小气 念琪笑道 叶灵就这个样子 除了公子之外 跟谁都不亲 别看他平时懒洋洋的 真发起怒来 好吓人的 两人年纪相仿 很快就熟络起来 戴续跟随着青山修士离开王城之后 便吞去身上台甲 换上一身随处可见的道袍 隐藏在人群中 远远地掉在后面 他始终无法确定 自己跟踪的这个人 就是几年前在那个小镇中见到的男子 毕竟小镇中那的男子只是一个凡人 无法修行 而这个青山男子 修为境界却已经达到了筑基后期 而且 那个人也没道理会出现在王城 还出现在王宫之中 这怎么可能 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 处处都透着诡异 但不知为何 虽然只是匆匆一撇 戴续的心中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他们就是一个人 虽然这个人 看上去好似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 但那几梁 无时无刻都挺得笔直 好似世间没有任何人 任何东西能将其压垮 戴续跟在青山修士的身后 看见他进入青双恋单格 没过多久 青山修士与另一位女修走出来 当看到这个女修的脸庞 戴续心中在无怀疑 这个青山修士就是当年那个诸侯国 那个不起眼的小镇中的书生 苏子墨 而他身边的女子 就是他的妹妹 名为苏晓宁 当初被三公主带走 后来拜入青双门 踏入修行 戴续续跟着苏子墨 当他看见苏晓宁被送入莫灵练气房的时候 戴续目光闪烁了下 若有若思 苏子墨 莫灵 紧接着苏子墨离去 看方向是朝城外走了过去 望着苏子墨的背影 戴续神色忽明忽暗 思存少许 眼中的杀机一闪即逝 又敲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 相继出城 离开王城之中 苏子墨寄出飞剑 欲剑而行 朝着远处及驰而去 戴续连忙跟上 没过多久 苏子墨进入到一天密林之中 苏子墨撤去飞剑 身形一窜 在丛林之中穿行 速度极快 好像极为熟悉 七拐八拐的 位置飘忽不定 毕竟是在丛林之中 不像在外面一样 视野开阔 可以藏身的地方太多 到处都是视野盲区 戴续遇见飞行的速度 不得不慢下来 没过一会儿 苏子墨竟然消失在戴续的视线里 戴续追到苏子墨最后消失的附近 神色凝重 环顾四周 此时 夜色渐浓 月上柳梢 逆林中的飞禽走兽 都已经开始出动 林中光线幽暗 时而传来一声灵兽的咆哮 时而枝叶沙沙作响 空气中都弥漫着一丝血腥气 阴森恐怖 戴续心中有些不安 将金色铠甲摸出来 刚刚穿戴整齐 心中一动 豁然转身 只见他身后不远处 一个青山修士副手而立 清冷的月光透过茂密枝叶 零碎地落在他的脸上 青山修士神色平静 眼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嘲弄 苏子墨 戴续眯起双眼 一字一顿地说道 苏子墨唯唯一笑 道 戴统领 别来无恙 几年不见 你的身上倒是变化不小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戴续嘴角微翘 冷冷地说道 当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凡人 如今已经修炼到筑基后期 不错 不错 苏子墨似笑非笑地说道 这个多谢戴统领当年的不杀之恩 哼 闻听此言 戴续冷恒一声 当初若非苏子墨逝去 没有与姬瑶学走得太近 几年前 他就已经死了 虽然当时戴续隐藏得很好 但拥有灵教的苏子墨 却察觉到了戴续的杀机 戴统领 你跟随我一路至此 所为何事 苏子墨开门见山地问道 苏子墨 如果你够聪明 就应该离王城远一点 离三公主远一点 戴续面露杀机 缓缓说道 如今 你出现在王城之中 只能说你是自己找死 一边说着 戴续一边从橱雾袋中摸出一柄飞剑 苏子墨笑了笑 道 戴统领没说实话啊 戴续一语不发 苏子墨继续说道 你对我动了杀机 可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 还因为 你才到了我莫灵的身份 想要杀人夺宝吧 哈哈 戴续仰面大笑 道 你今日还是要死 苏子墨微微挑眉 反问道 我离开王宫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你在跟踪我 但你可知道 我为何会选择直接出城 你想要猎杀我 戴续笑道 你苏子墨足够自信 想要把我引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密林之中 想要将我猎杀 而我 也存了一样的心思 苏子墨点点头 道 不错 戴续含声道 那没什么好说的 手下见真章 让我看看这几年 你都有什么掌镜 第287章 厮杀 这一次 两人都动了杀心 而且 两人都对自己有足够自信 可以将对方震杀 所以 苏子墨将戴续引出王城 而戴续明知道苏子墨是有意为之 也无所畏惧地追了上来 两人互为猎物 究竟谁被猎杀 只看谁的手段更强 戴续运转灵力 身体表面闪烁出一道光芒 一条灵脉隐隐闪现 散发着夺目的灵脉之光 你不过是助机后席 我是开脉修士 你拿什么跟我斗 戴续冷笑一声 运转灵力 手中的飞剑翁鸣战斗 三道灵魂闪烁 上品灵气 嗖 一道剑光滑破虚空 朝着苏子墨急驰而去 与此同时 戴续挥动袖袍 手掐灵绝 大喝一声 向前一指 吼 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凭空响起 一头灵力凝聚而成的灵妖 浮现在虚空中 面目猙獰 仰天怒吼 散发着惊天的杀意 朝着苏子墨奔袭而去 飞剑和灵术同时杀来 苏子墨神色不变 拇指中指相扣 迅速结成一个奇怪的手印 缓缓向前推去 拂魔印 没有试探 数一出手 苏子墨就释放出了 自己所学的最强灵术 丹田中的灵力 疯狂地涌入苏子墨手中 捏出的手印中 轰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一个金色的巨掌从天而降 破开苍穹 压爆气流 朝着前方的灵妖和飞剑碾压过去 声势害人 戴续神色一变 他看得清楚 这金色巨掌看似是灵力凝聚而成 却宛如实质 就如同是神灵的手掌从天而降 想要镇压世间的一切罪恶 砰 半空中 那只猙獰咆哮的灵妖 撞在金色巨掌上 身体表面顿时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转眼间 便溃散在半空中 带续脸色一变 正常而言 以他一脉注击的灵力 凝聚出的灵数 绝对可以轻松将一个注击后期轻松击溃 而如今 情况却恰恰相反 这只有一种可能 对方的灵数极为强大 威力远超他的灵数 半空中 戴续的飞剑底在金色巨掌的掌心中 难有寸净 而且剑身战斗弯曲 灵力不稳 隐隐有溃散的趋势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戴续冷笑一声 体内的灵力再度运转 哗 从戴续的金色铠甲中 又迸发出一道灵光 两条灵脉 注击圆满修士 究竟打通了几条经脉 利用亏灵数无法探查出来 除非修士自己显露出来 而如今 戴续已经显露出两条灵脉 灵力在两条灵脉中奔腾涌动 气势磅驳 戴续遥控飞剑 飞剑上的光芒大胜 力量也迅速地攀升 剑身笔直 锋芒凌厉 静底注金色聚掌 扶摩硬得再强 也有一个极限 难以弥补修为境界相差太多 苏子墨 如果你既止于此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在双方这样激烈的力量对拼之时 戴续还能分心说话 可见其还有余力 苏子墨不达 神色平静 戴续没用全力 而他也留有后手 破 就在此时 戴续身体表面再度闪烁出一道灵光 星鹤一声 第三条灵脉 三条灵末的力量同时爆发 半空中的飞剑上锋芒大胜 双方僵持少许 扑地一声 飞剑将金色巨掌刺穿 去世不停 朝着苏子墨的头颅刺去 就在戴续显露出第三条灵末的时候 苏子墨就已经意识到 以他的修为境界和修仙手段 很难将戴续斩杀 金色巨掌被刺穿 手掌上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崩溃在即 搜 剑光凛冽 迎面而来 速度极快 但苏子墨的反应更快 几乎是飞剑刺破金色巨掌的瞬间 苏子墨身形一动 已经离开了原地 身后留下一连串的残影 呼 如同一匹猎马 几乎是眨眼间 苏子墨已经奔袭到戴续的身前 神居过袭的身法之后 苏子墨临时变招 向前迈出一大步 使出了离天部的架子 轰 一步迈出 地动山摇 苏子墨气势大涨 苏子墨双眸大亮 闪烁着疯狂的杀意 陡然探出双手 抓向戴续的双臂 向前屈膝猛撞 神居分尸 凭借神居过袭的爆发 缩短距离 来到近前 再借助离天部 爆发冲天气势 配合神居分尸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毫无致色之感 只要戴续的双臂 被苏子墨扣住 他必死无疑 神居过细和离天部的爆发 再加上神居分尸的力量 足以将戴续撞得四分五裂 面对苏子墨如狂风奏语般的攻势 戴续的眼中先是闪过一抹慌乱 却瞬间镇定下来 A 戴续怒吼一声 身体表面的灵光再度闪现 轰 第四条灵脉浮现 第五条 第六条 瞬息之间 六条灵脉浮现在戴续的身体表面 戴续的气息暴涨 灵力浓郁 陷入狂暴之中 六脉筑机 其经八脉 能打通六条灵末的筑机修饰并不多 而且八条经脉中 并非每条经脉的难度都一样 越到后面就越难 除非进入上古战场 在里面得到一番更大的机缘 否则在天荒大陆上 能打通六条经脉几乎已经是极限 最初 戴续并未用权力 因为在他看来 苏子墨只是助击后期 修为境界远逊于他 根本没这个必要 这一战的胜负 早就注定 而如今 当苏子墨爆发出这样一波强势无比的攻势之后 戴续意识到 这一战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整整六条经脉的灵力 瞬间爆发 李找死 戴续目露凶光 双手在身前暴拢 凝聚出一个巨大的灵力光球 挡在苏子墨的面前 这灵力光球 几乎凝聚着戴续一身的力量 不容小觑 苏子墨双眼为咪 如果戴续只是三脉助击 甚至是四脉助击 苏子墨也有足够的把握 凭借肉身的爆发就可以将其击杀 而如今 戴续爆发出六脉助击的力量 光是凭借肉身之力 苏子墨无法与其硬汉 此时 神居过细雨离天部的叠加 使得苏子墨充势太猛 想要临时变招 已然不及 搬运血脉 轰隆隆 哗啦啦 苏子墨的体内传来一阵恐怖害人的响动 好似雷声滚滚 又如海潮澎湃 声势害人 第288章细血的恐怖 却如海潮 声似惊雷 这一刻 冲过来的苏子墨 仿佛是一体浑身闪烁着雷光的猎马神居 身后有海啸般的浪潮汹涌而来 轰 苏子墨的膝盖 接接时时地撞在戴续凝聚出的灵力光球上面 爆发出一声巨响 一团巨大的灵力光晕 在碰撞中心迸发 眩目夺人 映照得周围犹如白昼 光球炸裂 狂暴的灵力尽数释放 六脉助肌的灵力极为浑厚 苏子墨的身形被瞬间弹开 在半空中翻转了几下才缓缓落在地面上 戴续痠痠痠连续倒退几步 双足深陷泥土中 才稳稳站住 平分秋色 这完全就是正面硬汉 没有太多的技巧 六脉助肌的灵力 已经完全可以与苏子墨爆发出的血脉之力抗衡 几个月前的夜晚 虽然苏子墨曾亲手避掉一位精丹真人 但他心中清楚 若是单打独斗 无论是他还是叶灵 都不是精丹真人的对手 苏子墨将戴续引到此地 一方面是要震杀戴续 另一方面 苏子墨也想要看看 自己修妖的战力 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 能与什么境界的修真者抗衡 简而言之 苏子墨将戴续看成了一块磨刀石 方才的一技碰撞 苏子墨心中了然 炼葬片大成 他搬运血脉爆发出的力量 足以与六脉助肌的力量硬汉 不落下风 戴续左手摸出一把丹药吞入腹中 右手操控着飞剑 死死地盯着苏子墨 微微喘息着 虽然戴续表面上还算镇定 但他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原本在他眼中 苏子墨只是助肌后期 以他六脉助肌的修为 斩杀苏子墨如同杀鸡般轻松 而如今 戴续恍然发觉 苏子墨真正的底牌 是他恐怖到了极限的肉身和近战之力 却如海潮 这是传说中虚无缥缈的境界 怎么真的有人修炼出来 就算是上古凶兽 都未必能修炼成功吧 刚刚吞下的丹药 已经化为一股股浓郁的灵力 奔腾在六条灵脉之间 弥补着之前的消耗 搜 戴续抢先出手 向前一指 飞剑化为一道红光 急驰而去 苏子墨身形闪烁了一下 显之又显得避过飞剑 踏踏踏 几步之间 苏子墨就已经来到戴续的身前 戴续神色不变 捏动灵绝 在身前幻化出一柄灵力常见 反手朝着苏子墨的面门狠狠刺去 同一时间 原本在半空中的上品飞剑 调转剑身 也已经杀到苏子墨的身后 给我破 苏子墨大喝一声 体内血脉生疼 轮动手臂 在半空中滑出一道半圆 以拳作印 骤然坠落 重重地砸在一面刺来的灵力常见上 咔嚓 灵力常见上浮现出一道裂痕 迅速蔓延 不满剑身 戴续浑身一阵 眼中掠过一抹惊骇 与此同时 苏子墨头也不回 看都不看一眼 反手抽动手臂 宛如像鼻一般软塌塌的 轻轻搭再次来的飞剑上 一卷一阵 上品飞剑上的灵力溃散 转眼间 竟然落入苏子墨的掌心中 刷 苏子墨的动作不停 夺来上品飞剑 顺势朝着戴续的头颅刺去 啊 戴续惊呼一声 双足发力 纵身跃起 当上品飞剑刺中戴续胸前的铠甲上 戴续身上的金色铠甲闪烁着三道灵魂之光 迸发出一股强大的抵御之力 飞剑紧紧将其刺穿 就难有寸境 上品的防御铠甲 戴续神色惊恐 吓出一身冷汗 方才这一番交手 虽然只有一个回合 但若没有他身上这件金色铠甲 此时他已经是一个死人 杀 戴续怒吼一声 双手同时凝聚灵爵 爆发灵术 朝着近在指刺的苏子墨打去 砰 砰 苏子墨挥动拳头 两下就将撞来的灵力打散 身形稍有停顿 而戴续借助这股力量的碰撞 身形暴撤 摸出一柄飞剑 纵身一跃 朝着往常的方向急驰而去 戴续意识到自己并非苏子墨的对手 当机立断 毫不犹豫地选择逃跑 苏子墨不可能任由戴续活着回去 起身便追 两人一追一逃 在丛林中穿梭 惊起无数飞行 惊动众多走兽 戴续咬紧牙关 丹田中的灵力疯狂运转 几乎已经达到极限 丹田都在隐隐作痛 他知道一旦被苏子墨追上 他必死无疑 双方的修为境界相距不小 在遇见飞行上的速度 也是相差悬殊 只要能离开这片密林 外面天高海阔 苏子墨纵有牵绊手段 也追不上他 苏子墨穿行在丛林之中 血脉在体内奔腾不休 也已经运转到极限 与戴续的距离越来越近 苏子墨目光平静 冷冷地看着戴续的背影 前方不远处 就是密林的边缘 必须要在戴续逃出密林之前 将其斩杀 苏子墨眼中泛起一抹妖异的光芒 仰天长笑 体内突然迸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密林之中 足以令万兽俯首 这是比血脉之力更加恐怖的 戏血之力 在赤红色的雾气之中 苏子墨的身形若隐若现 双眸漆黑如墨 宛如一尊爵士大妖 行走于黑暗之中 追杀着不远处的猎物 戴续突然感觉到一阵心悸 这种感觉 就好像被一头上骨凶兽盯上了 头皮发麻 犹如芒刺在背 戴续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只见在赤红色的妖气笼罩下 一个高大的身影穿行在丛林之中 借助肉身的爆发 在古树之间弹射 速度极快 几乎是眨眼间 这道身影已经来到她的身下 轰 这道身影双足跺地 巨大的力量将地面都撕裂了 浮现出两道幽暗深邃的裂痕 凭借肉身的爆发 这道身影腾空而起 竟然来到了十丈左右的高度 一片阴影笼罩而来 下一刻 戴续的瞳孔剧烈收缩 只觉得手足冰凉 已是戴续刚刚说出两个字 一只白皙的手掌已经落在她的喉咙上 狠狠一抓 戴续的喉骨 在苏子墨的手掌之下 宛如豆腐一般脆弱 被抓了葛西碎 鲜血淋漓 散满虚空 苏子墨的手掌一捞 将戴续腰间的储物带收走 身形坠落 降落在地面上的时候 苏子墨周围的腰气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 体内气血平息 恢复如初 不多时 在朦胧的夜色下 一位青山修士离开这座密林 朝着王城急驰而去 密林中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第289章小宁的道 苏子墨回到墨灵练气房的时候 夜色已浓 苏子墨轻飘飘地落在院子中 双耳戏动 仔细聆听了一下 在念琪的房间中 隐隐传来两道平稳的呼吸 黑暗之中 一道漆黑的身影宛如幽灵一般 无声无息地走出来 正是夜灵 苏子墨神色一缓 放下心来 只要夜灵还在 就证明念琪和小宁都没什么事 想必 两人都已经睡了 今天 小宁经历了不少事 在雨喝性的痘痘之中 原本能炼制出一颗完美回灵丹 却遭到偷袭 灵丹失败 后来又被蒸火炼丹格和青霜炼丹格的修饰围攻 孤独无助 紧接着 却见到了苏子墨 随后苏子墨当街杀人 被带入王宫 小宁又担忧起苏子墨的安危 直到他安然无恙地回来 这种情绪上的大起大落 起起伏伏 对一个人的精神消耗最大 苏子墨没有叫醒两人 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盘膝而坐 闭目沉思 今日 他与小宁相认 又被周天子接见 相信要不了多久 周天子就会猜出 莫灵就是苏子墨 实际上 以周天子的智慧 没能猜出此事 主要就是因为在周天子的认识里 苏子墨只是一个无法修行的凡人 而莫灵 却是助机修士 明漫往常的大周第一练气师 两人一个埋在土壤中 一个坐在云端上 相差太多了 当然 这个身份根本藏不住 在宗门大笔上 一定会曝露出来 对于这件事 苏子墨不以为意 顺其自然就好 一夜无话 第二日清晨 小宁早早地起来 想要去看一眼苏子墨可曾回来 刚走出房门 就看见苏子墨已经坐在院落中 正饮着朝露泡好的香茶 怡然自得 哥 对不住 昨天睡着了 昨晚 小宁本想着等苏子墨回来 却挨不住疲惫 沉沉地睡去 这有什么 苏子墨玩耳一笑 指着旁边的石凳 道 坐吧 跟我说说话 嗯 小宁一言坐下 接过苏子墨递过来的香茶 抿了一小口 香气扑鼻 感觉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 什么时候来王城的 苏子墨问道 来了差不多一年了 小宁说道 是我自己请命来的 姚雪姐姐她们都还没来 说到这 小宁故意顿了下 抬眼看了看苏子墨的脸色 苏子墨低头挟着茶水 神色平静 好似没听到一般 一点反应都没有 小宁只好继续说道 我想着 这样一举两得 不但可以帮助其他人练丹 还能多多磨练我的丹道 苏子墨又问道 你怎么想到要成为练丹师的 要知道 小宁的灵根只是为灵根 就算不分散精力去学习练丹 都未必能成功踏入金丹镜 苏子墨心中不解 在这种情况下 小宁为何还要选择成为练丹师 小宁轻轻一叹 情绪突然变得有些失落 半晌之后 才缓缓说道 我们三个 只有大哥无法修炼 我害怕 大哥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 苏子墨沉默 有无促个夜晚 他也曾想过这个问题 有过同样的忧虑 如果他和小宁都能踏入丹道 苏宏的寿源不过百余年 必然会走在他们的前面 或许 没有人能理解他们三人之间的血脉亲情 即便如今苏子墨和小宁已经踏入修行 但对于苏宏 在两人的内心深处 还会带着一种深深的依赖和眷恋 当年 若非苏宏 他们兄妹两人根本就活不下来 苏子墨 小宁两人从济世起 就没见过父母 在两人心中 苏宏就像是他们的父母 小宁痴痴地说道 我知道 我们终究要经历这一切 要经历生离死别 但我想让那一刻 来得晚些 我听人说 一些厉害的炼丹师 能炼制出增长寿源的灵丹妙药 所以我想试试 哪怕多一年 多一个月 多一天也是好的 苏子墨动容 伸出手臂 轻轻地将眼中含泪的小宁搂在怀中 漠然不语 修是修道 大多为的就是一个长生久世 能增加寿源的丹妖 别说苏子墨从未听过 就算这世间真有这样的丹方 恐怕炼制条件之苛刻 也是难如登天 无法想象 但 小宁明知道这一点 却还是选择走上了炼丹师的路 哪怕 这种丹妖只存在于虚无缥缈的传说中 他也要试一试 就为了心中那一点点渺茫的希望 突然间 苏子墨明白了一件事 小宁在炼丹上 能有这样的成就并不是偶然 这样的执念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 少许之后 苏子墨又问道 你那尊炼丹炉是怎么回事 小宁起身 将这尊精致古仆的炼丹炉拿出来 摆放着桌上 说道 我是在永兴房的一处小摊上看到的 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 只是看上去挺古老的 并无特异之处 但 当我拿起它的时候 心中却略过一丝丝莫名的感觉 所以 我就将它买了下来 却正好被真火炼丹格的贺心见到 苏子墨看着这尊炼丹炉 若有所思 小宁又道 后来 当我带着这尊炼丹炉丹的时候 才体会到不同 只要带着这尊炼丹炉 当我炼丹的时候 精神力就会变得极为集中 若无天大的事 很难分心 苏子墨恍然 怪不得昨天斗丹之时 小宁的状态堪称完美 据精会神 原来这其中 还有这尊神秘炼丹炉的功劳 收起来吧 苏子墨叮嘱道 这尊炼丹炉 无论如何都不要给别人 你自己留好 我感觉 这尊炼丹炉大有来头 仅仅凭借死物 就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这样的炼丹炉 以苏子墨的能力都无法炼制出来 嗯 小宁点了点头 苏子墨沉吟少许 又道 从今天开始 你就先在我这修炼吧 宗门大比的时候 你再回去 昨天发生了不少事 苏子墨实在不放心 小宁继续待在青双炼丹戈中 再者说 苏子墨打算趁着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帮助小宁将修为境界提升一些 小宁是为灵根 修炼速度最为缓慢 于是 苏子墨为小宁刻画了一些辅助类的阵法 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吸收灵气 里面放置的全部都是上品灵石 要知道 大多精丹真人修行 用的才是上品灵石 而苏子墨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用上品灵石生杂 因为他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灵石 第二百九十章身份暴露 距离宗门大比的时间越来越近 来到王城中的修饰渐渐增多 已经开始有大宗门带领门下弟子降临 其中 五大宗门中的碧霞宫 真火门 青双门 南岳宗 四大宗门都已经有 金丹真人带队赶到王城 同为五大宗门 朴淼峰还没有弟子现身 对于这种情况 不少修士早有预料 三年前 东陵谷一战的消息传开 众人都有所耳闻 据说那一战极为惨烈 朴淼峰驻基静的天骄弟子几乎死绝 朴淼峰甚至折了好几位金丹真人 三年的时间 想要培养出有资格角逐灵榜的驻基修士 几乎不可能 在这之前 领榜时的名额中 朴淼峰至少能占三个 而如今 最有优势的领榜竞争 朴淼峰已经失去资格 而在单榜和弃榜上 从未有朴淼峰弟子留名 只有一个辅榜 朴淼峰才有一点机会 但也极为渺茫 所以 在众人看来 朴淼峰选择放弃这次宗门大比都有可能 王公 听雨轩 一男一女并肩而立 男子身着黄色长袍 背负着双手 额头宽广 目光睿智 正是大周王朝的天子 他身边的女子身着一席淡黄色的夜地长裙 腰间隙着根丝带 将玲珑有致的身形完美地凸显出来 女子容貌极美 气质雍容 端庄典雅 正是大周王朝的三公主 也是周天子的女儿姬摇雪 怎么不早点回来 周天子问道 姬摇雪垂手不语 周天子轻皱眉头 微微侧目 问道 还在怪我 女儿不敢 姬摇雪轻轻摇头 语气平淡 周天子叹息一声 颇有些无奈 道 雪儿 你要知道 为父是绝不会害你的 这时间如果真有一个人全心全意地为你好 那就是我 我知道 父亲你一定是为我好 姬摇雪转过头 看着周天子 目光有些淡然 道 但 我已经长大了 许多事情 女儿都想自己做主 你自己怎么做主 你难道真要与一个凡人结为道理 周天子紧锁眉头 看着倔强的姬摇雪 心中突然有些愤怒 声音不禁提高了一些 大声道 百年之后 你风华正盛 他却已经步入尺目 你们怎么面对 你有想过这些问题吗 姬摇雪见周天子动物 便闭口不言 不再与其争执 周天子深吸一口气 平复心情 突然说到 前些日子 我为你定制了一柄极品飞剑 完全是按照你习惯的重量 剑形定制的 你自己去取吧 极品飞剑 还是定制的 姬摇雪微微一争 面露惊讶 但转瞬间 姬摇雪就反应过来 试探地问道 是莫灵炼气房 你也听说过莫灵炼气房 周天子微微挑眉 转头问道 嗯 姬摇雪点点头 道 这一年来 莫灵炼气房的名声早就传到我们宗门去了 在大洲王朝的疆域之中 没听过莫灵炼气房的人恐怕不多 顿了一下 姬摇雪又道 听说今日是莫灵炼气房的月初竞拍会 师尊他早就准备好了材料和零食 准备去竞拍一次 如此正好 周天子面露笑意 道 你过去瞧瞧 顺便将那柄极品飞剑取回来 只需要抱上我的名号就行 姬摇雪皱了皱眉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父亲的笑容中 似乎另有深意 周天子继续说道 这个莫灵我见过 不错的年轻人 仅仅二十出头 却心性沉稳 而且已经达到如今的成就 李绝对无法想象 这个莫灵只是一个助击修士 但他却能炼制出极品等等 姬摇雪似乎感觉出了什么 打断了周天子 促眉问道 父亲 你什么意思 周天子笑了笑 道 你别紧张 为父没别的心思 只是想让你见识一下 真正的天骄巧楚 是什么样子 莫灵此人 比那的苏子墨要强得多 父亲 姬摇雪再度打断周天子 面露不快 摇头道 我不要那柄飞剑了 我也不想见什么莫灵 雪儿 你听我说 周天子柔声道 你见一见此人 对你而言 并无坏处 就算你看不上他 与他没这个缘分 也无所谓 至少还能结交这位大周第一练气师 对吧 姬摇雪沉默下来 周天子见姬摇雪有所异动 打趣着说道 再者说 这柄飞剑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你不去取 难道让人家莫先生亲自给你送过来 还有一个时辰 竟开会正式开始 莫灵练气房外必定聚集了众多金丹真人 让白宇涵陪你过去看看吧 姬摇雪私存半嗓 才点了点头 姬摇雪刚要转身离去 却又被周天子叫住 周天子看似随意地问道 对了 青霜门有一位叫苏晓宁的助击修士 是个练丹师 听说你们关系还不错 他是什么来历 听到苏晓宁三个字 姬摇雪神色一变 姬摇雪怒目而逝 神色激动 大声说道 父亲 我和他早就断了联系 你干嘛还要盯着苏家的人 父亲 我说过 你别动苏家的人 这件事 跟他们根本就没关系 姬摇雪面若寒霜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听雨萱 看着姬摇雪的背影 周天子面无表情 心中却泛起了一丝波澜 眼中金光闪烁 姬摇雪的情绪突然如此激动 再加上方才说出的那两句话 顿时引起了周天子的怀疑 苏晓宁 苏家的人 青霜门弟子 怎么会跟苏家的人扯上关系 难道这世间真有这么巧合的事 周天子的神色不断变换 阴晴不定 他总感觉好像有什么秘密 就摆在自己的眼前 就差捅破那一层窗户纸了 陡然 周天子心中一阵 突然回想起一件事 几年前 随同姬摇雪前往燕国平阳镇的 禁军副统领曾回来禀报过 苏家有两子一女 如果这个苏晓宁 是这一女 那她在王城中认得哥哥 第291张万人奇聚 莫灵 苏子墨 周天子紧锁眉头 陷入沉思 这怎么可能 纵然真相已经呼之欲出 但周天子还是不愿相信 在他心中 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最后怎么会成为一个人 四寸少许 周天子沉身换道 来人 很快 两位侍卫现身 单膝跪地 神色恭敬 只等天子下令 你们去将禁军副统领戴旭叫来 对于苏家的情况 周天子不算了解 打算将戴旭叫过来 重新问一遍 听到周天子这句话 两名侍卫神色一致 互相对视一眼 面露难色 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怎么 周天子目光一横 两名侍卫身体一颤 其中一人连忙说道 习丙大王 代父同龄已经在十几天前陨落 习尸骨在王城外几十里外的密林中寻道 死了周天子双眼一眯 含光乍闪 另一位侍卫说道 代父同龄的喉骨碎裂 看情形似是被妖兽的爪子抓碎 初步判断 应该是遭遇了灵兽袭击 周天子面无表情 问道 他的除雾袋还在吗 不在了 周天子冷笑一声 除雾袋不在 就证明他一定是被人所杀 灵妖虽然已经拥有智慧 但却无法开启修真者的除雾袋 拿走除雾袋 对于零妖而言毫无意义 禁军的一个副统领生死 在王宫中算不得什么大事 一般来说 传不到天子耳中 就算得知这个消息 对于一个筑基修士的陨落 周天子也懒得理会 但如今得到这个消息 周天子却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太巧了 周天子私存少许 审声道 你们去江几年前 跟随三公主一同前往 宴国平阳镇的禁军叫来 还有 戴续死之前 与他一起在王宫中巡逻的禁军 也给我叫来 遵命 两名侍卫退去 长街上 人来人往 其中有两位修士走在人群中 引来不少修士侧目 目光中隐隐带着几分尊敬 几分畏惧 看见没 这两位的道袍 袖口上文的标志 还有两人腰间挂着的宗门令牌 都显示出这两人是五大宗门之一 南岳宗的修士 前面那个应该是南岳宗的云山真人 他后面的年轻人 应该就是南岳宗住激进的第一人 名为时间 我听说过 这个时间实力强大 已经打通五条灵脉 足以争夺灵榜一个名额 没过多久 两人就淹没在人群之中 很快 人群中又走来一位女修 引得众人窃窃私语 快看 这好像是清双门的宜宁真人 嗯 真是他 虽然上了些年纪 但看上去还是明艳动人 不减当年 看来这次宗门大比 清双门应该是宜宁真人带对了 不多时 宜宁真人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渐渐远去 不依惠尔 又有三位修士走来 为首一人身着壁色长袍 经单静 单手赋于身后 双眼狭长 目光凌厉 神色冷漠 缓步走来 在此人的身后 有一男一女并肩而行 全部都是筑机修士 男的俊朗不凡 目入朗星 面带笑意 正在与身边的女子轻声聊着什么 女子身着淡绿色的长裙 不过二十岁上下 肌肤圣血 骨子里透着一股温婉气质 看 那边的三位都是碧霞宫的 若是我所料不错 为首的碧袍修士应该是碧霞宫的苍浪真人 据说实力极强 甚至修炼出一种极为强大的京丹意象 在京丹镜中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他身后那个俊俏男子名为思玉堂 应该是为争夺林榜名额而来的 据说也已经打通五条林脉 算是碧霞宫柱激进的天骄了 那个女的好像是叫什么梦齐的 看上去挺耐看的 能被苍浪真人带在身边 还能与思玉堂并肩 估计实力也不会太差 在众人的议论之中 三人也渐渐走远 咦 看着南岳宗 新双门 碧霞宫三大宗门的修士 好像走的是一个方向 莫非那边有什么大事 就在此时 有人反应过来 出声问道 这你都不知道 今天在莫林练戏房会举行 一场月初的竞拍会啊 这三大宗门的修士 肯定都是奔着定制极品灵器去的 听着旁边的议论声 碧霞宫的俊俏男子思玉堂 笑了笑 道 师妹你看 每个月的月初 莫林练戏房的竞拍会 都是王成中难得一见的盛事 嗯 陈梦奇点了点头 眼中略过一抹震撼 他们这一路走来 几乎所有的修士 都在议论莫林练戏房 今天的竞拍会 而且不光是他们 听说这次竞拍会 连南岳宗和清双门都参加了 一个练习师 能在王成中拥有这样的能量 几乎已经达到呼风唤雨的地步 已经让沈梦奇彻底折服 就算实力强大如他的师尊 苍朗真人 也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力 沈梦奇新生向往 说道 不知道这位莫先生 究竟长什么样 要是有机会与他结交一番就好了 很难 思玉堂摇头道 据说莫林练戏房开业三年来 很少有人能见道莫先生 别说是结交 能有机会与莫先生见上一面 都值得吹嘘一阵子了 沈梦奇鸣嘴一笑 情绪有些失落 思玉堂安慰道 不过 师妹你也别担心 师尊这次就是为了 竞拍集挺灵气而来 如果师尊能成功 或许咱们也能跟着沾光 有机会见道莫先生的真容 沈梦奇点点头 我一定会成功 就在此时 苍朗真人头也不回 语气笃定 淡淡地说道 为了这次竞拍集挺灵气 他准备的时间长达三年之多 有足够的自信拍下 这次定制集挺灵气的机会 没过多久 三人来到莫林练戏房附近 三人一眼望去 不禁目瞪口呆 眼中难掩震撼 即便是苍朗真人 此时也微微变色 莫林练戏房的门口 太多人了 纵目看去 足足有上万名修士聚集在此地 密密麻麻 人山人海 极为壮观 大致扫了一下 这其中 光是京丹真人的数量 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 这么多的京丹真人 平时很难见到 如今 却全部聚集在这个看似寻常的宅院门口 一个个翘首以待 不住地向宅院中观望着 第二百九十二章竞拍会 这么多人 姬姚雪望着前方密密麻麻的人群 有些惊讶 尽管对于莫林练戏房的名声早有耳闻 但她也没想到 一个月初的竞拍会 竟会引来这么多修士 姚雪 你有所不知 据说这次的竞拍会 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说话的人身着仙尘不染的白衫 却是白药卫的大统领白宇涵 两人关系极好 私下里称呼随意 最后一次 姬摇雪面露不解 白宇涵解释道 嗯 听说宗门大比之后 莫先生就离开王城了 估计这些京丹真人担心 莫先生离开之后 他们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 顿了一下 白宇涵目光扫过不远处的人群 说道你看那边 毕霞宫南岳宗 还有你们青双门的京丹真人都来了 我估计啊 这次的竞拍会将格外激烈 姬摇雪点了点头 有些心不在焉 梅雨肩带着一缕愁思 白宇涵注意到姬摇雪的异样 逼声道 怎么 有心事 姬摇雪垂手不语 跟大王吵架了 还是因为那个苏子墨 白宇涵又问 嗯 姬摇雪应了一声 没有隐瞒 关于这件事 在几年前 姬摇雪就跟白宇涵讲过 白宇涵道 大王让你来取这柄极品飞剑 恐怕存了一个心思 想让你跟墨先生认识一下吧 姬摇雪点点头 迟疑了一下 才问道 白姐姐 你是怎么想的 我 白宇涵笑道 虽然我没见过那个苏子墨 但我见过墨先生 我敢断言 那个苏子墨 是绝对比不上墨先生的 听语宣中 那的青山修是不卑不亢 面对真火门和赤就为两大势力的压力 依然从容淡定 三言两语间扭转乾坤的一幕 带给白宇涵的印象太深了 姬摇雪皱了皱眉 白宇涵道 姚雪 我这样说 或许你不相信 但你与他见上一面 就一定能感受到这位墨先生的与众不同 姬摇雪淡淡地说道 再说吧 苍浪真人背负双手 防守挺胸 目光冷漠 带着思玉堂 沈梦齐两位弟子朝着人群走去 隐隐散发出一股灵力的气息 不少人有所察觉 下意识地侧目望去 毕霞宫身为五大宗门之一 再加上 苍浪真人本身就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狠角色 虽然人群涌挤 但众多修士心有顾忌 还是让出一条通道 很快 苍浪真人三人就已经走到人群的最前方 第一排 除了后来的苍浪真人三人 还有南岳宗的云山真人 他的真传弟子时间 最后一个就是青双门的宜宁真人 这次的极品灵气 我是在必得 两位道友就别争了 苍浪真人微微侧目 语气虽平淡 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意味 呵呵 云山真人笑了笑 道苍浪 你这话就没意思了 你是在必得 我也是是在必得 随后 云山真人转头问道 宜宁道友怎么说 没什么 既然是竞拍会 大家公平竞争 没什么好说的 宜宁真人为了竞拍这次极品灵气 也准备了许久 自然不可能因为苍浪真人的一句话就退走 苍浪真人唯唯冷笑 不再说话 之呀 就在此时 莫灵炼气房的大门突然裂开一道缝隙 刷刷刷 无数道目光奇奇 蜡在莫灵炼气房的大门上 神色亢奋 眼神期待 一位女子从大门内闪身而出 头发枯黄打圈 乱糟糟的 翩翩容貌生得极美 令人下意识的会忽略那一点瑕疵 练其道友 你可算出来了 练其道友 你又变漂亮了 一位金丹真人厚着脸皮说道 练其道友 是我 可可 我又来了 但凡在王城中待过一年半载的修士都知道 每次进拍会 莫先生都不会现身 一直都是念其在主持 别看念其只是侍女打扮 助击修为 但在场的金丹真人 却无人敢轻视于他 念其先不说话 双手续按 向下压了压 原本吵闹的场面瞬间静了下来 要知道 现场整整有上万名修士 其中还有上千位金丹真人 但小侍女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首饰 却让所有人安静下来 看见这一幕 沈梦奇的眼中 流露出一抹羡慕之色 一个侍女都有这样的能量 她的主人 又是怎样不凡的人物 我看今日来了许多陌生的道友 就简单重复一下竞拍会的规矩 竞拍者一会儿在我这领取一个号码 需要备其三十份材料 比价为五十万上品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万 借高者得 说完 念其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大把玉直令牌 上面标记着号码 散落在半空中 苍浪真人袖袍挥动 将一号令牌夺了过来 云山真人拿到二号令牌 迎宁真人是三号令牌 其他号码令牌 也被三人身后的众多金丹真人拿走 现场人数虽多 有上万之众 但大多都是金丹真人带来的弟子 真正的竞拍者 是在场的上千位金丹真人 竞拍会正式开始 练棋的声音刚落 人群中就已经有人开始举牌叫架 在人群外部远处的一条小巷中 停着一辆精致的马车 车厢中坐着两位女子 其中一人身形丰满 曲线玲珑 浑身散发着成熟诱人的气息 另一位女子穿着粉色长裙 蒙着面纱 看不到容貌 但那双眸轻眨 却仿佛有波光荡漾 动人心魄 故宜 这个莫林什么来头啊 弄个竞拍会 把天宝拍卖房的生意都抢走了 粉群少女倾促而眉 与其中透着一丝瞠怒 一丝好奇 不清楚 换作故宜的成熟女子摇了摇头 听父皇说是个年轻人 才二十出头 父皇对她倒是赞赏有加 评价极高 粉群女子陈吟道 怎么 咱们宿女宗的大小姐都对她感兴趣了 故宜四笑非笑地看着粉群少女 打趣着问道 且 粉群少女撇撇嘴 有些不屑 扬起下巴 自信地说道 要是我出面 只需要勾勾手指 那什么莫林还不得乖乖败倒在我裙下 第二百九十三章花落谁家 故宜笑而不语 眉心突然散发出一股诡异的力量波动 缓缓扫过莫林炼气房的院子 这是原因真君才能修炼出的神势 比修士的五感还要强大 不受任何障碍物的阻挡 像是空气水流一般 可以蔓延到每一个角落 少许之后 故宜神色变得极为古怪 眼神错愕 难以置信地自语道 尽是她 谁呀 粉群少女凑过来 眨着水玲玲的双眼 好奇地问道 故宜笑了笑 道 燕人 这个人 你勾勾手指 怕是真没什么用 我才不信 粉群少女嘟着小嘴 说道 若是遇到上了年纪的老怪 或许我功力不够 魅惑不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血气方刚 哼哼 还能逃得了我的掌心 我现在就担心 人家勾勾手指 你这丫头就傻乎乎地被拐跑了 故意摇头轻笑 只是简单的一平一笑 都有万种风情 故宜 你这样说我就更不信脸 粉群少女娇称一声 扑到故宜的怀中 双手胡乱摸着 这一幕 若让男子见到 恐怕瞬间会失控 故宜轻笑 脸偶般洁白的手臂挥动几下 便将粉群少女挡了回去 道 你啊还别不信 上次你就跟人家跑了 也不说回葛西尔 报声平安 害我白白担心 哎呀 那都几年前的事儿了 再说 那个苏子墨挺好玩的 没事逗逗他蛮有意思 粉群少女嬉嬉一笑 赤马 故意笑道 那这么说 这个莫林也挺好玩的 啊 粉群少女愣了一下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但粉群少女却又听出来 故宜话里有话 不禁微微偏头 若有所思 少许之后 粉群少女无嘴 险些惊呼出声 瞪着双眼 问道 苏子墨 莫林 不会是一个人吧 就是她 故意收起笑容 透过窗帘望着墨林 练气房的方向 轻声道 想不到 我还是低估了她 这两个女子 其中一个正是天堡拍卖房的大总管顾席 另一个便是素女宗的圣女姬妖精 也是周天泽的女儿 大洲王朝的小公主 真的是她 姬妖精拍手笑道 故意 我就说她有趣吧 好想知道 她是怎么做到的 就凭借那本锤炼古书麻 你要进去见她 顾席看到姬妖精跃跃欲试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是啊 姬妖精刚要公身走出车厢 目光一扫 却又坐了回去 怎么了 顾席问道 姬妖精摇头道 姐姐在哪边 我还是不去了 顾席轻笑一声 又转过头 看琢磨林练气房的方向若有所思 975号 出价100万 68号 出价101万 32号 出价102万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极品灵气的价格 已经在众多金丹真人的竞价之下 超过了100万上品零食 在场大多金丹真人还没开口叫价 这价格就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 不禁黯然神伤 只能在原地观望 看个热闹 价格超过100万上品零食之后 增速就渐渐慢了下来 每一次叫价 金丹真人都变得极为谨慎 一万一万的增加 正常而言 一件极品灵气的价格 最多也就是100多万上品零食 但极品灵气 属于有价无市的宝物 很难在市面上见到 一般能得到极品灵气的修饰 几乎都会自己用 不会舍得拿出来卖 更何况 眼前这是一个定制极品灵气的机会 千载难逢 就显得更加珍贵难得 第一排 来自三大宗门碧霞宫 南岳宗 青霜门的三位金丹真人 始终都没有参与叫价 眼看着价格已经攀升到了110万 苍浪真人突然开口道 也别墨迹了 一号出价 150万 话音刚落 人群中一片哗然 这一下子 就涨了整整40万上品零食 足以让一大半想要继续静拍的修饰死心 150万上品零食 可不是每个金丹真人都能拿出来的 零食毕竟是消耗品 对于修饰而言 首要的还是提升境界 想要提升境界 就必然要消耗零食来修炼 别说是一些散修 小宗门的金丹真人 就连云山真人和宜宁真人听到苍浪真人的竞价 都微微变色 嘴角抽动了一下 苍浪真人竞价之后 促个呼吸过去 都无人继续加价 三号出价 一百五十一万零食 就在此时 迎宁真人出生 家价一万 苍浪真人微微冷笑 转头看向云山真人 问道 云山道有不出戒吗 不出戒 一会儿可就没机会了 云山真人咬了咬牙 审声道 二号出价 一百五十二万 话音刚落 苍浪真人神色平静 再度开口 一号出价 一百八十万 这一开口 就涨了将近三十万 云山真人脸色一尘 恶狠狠地瞪了苍浪真人一眼 宁宁真人深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三号出价 一百八十一万 二百万上品零食 是他的上限 一旦超过二百万上品零食 无论如何 他都得退下去 后面的金丹真人 都已经沉默下来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极品灵气的价格达到这个地步 基本上只能在 苍浪真人和 宁宁真人之间角逐了 连云山真人都不再开口 苍浪真人似乎感受到 宁宁真人的压力 微微挑眉 到 一号出价 一百八十五万 看着苍浪真人挑衅的目光 宁宁真人心中一横 大声道 三号出价 二百万 这是他的极限 如果苍浪真人加价 他就退 这一次 苍浪真人终于笑了 悠然道 宁宁道友 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 一号出价 二百零一万 宁宁真人眼前一按 摇了摇头 他最后一搏 一口加价到二百万 就是想要给苍浪真人造成巨大压力 甚至有可能逼他退出竞价 只可惜没有成功 五个呼吸过去 没有人再加价 苍浪真人环顾四周 目光灵力 甚至隐隐透露出一丝威胁 他目光中的含义很清楚 这时候谁再跳出来捣乱 就是与我苍浪真人为敌 第二百九十四章 我家公子说了算 当苍浪真人爆出二百零一万上品零时的高价时 这场竞拍会的悬念就已经不大了 连同为五大宗门的云山真人和宁宁真人都只能无奈低头 其他小宗门的修饰或是散修更没什么希望 只要时可呼吸过去 无人加价 这次定制极品灵气的机会就会落在苍浪真人的头上 基本上已经定了 人群外 白宇涵轻声说道 姬瑶雪也点点头 道 嗯 看苍浪真人的语气和神态 他应该准备了不止二百万上品零时 白宇涵笑了笑道光是这是在必得的气势就已经压倒众人了 这时候就算有人跳起来加价也很难争过他还会因此结怨不值得 是啊就在两人交谈这一会儿十个呼吸已然过去 果不其然上千位金丹真人在场却无人有实力开口加价 尘埃落定苍浪真人轻输一口气就算是有备而来二百万上品零时对他而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时候若是真有人跳出来加价他也只能咬牙硬撑继续静拍 还好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苍浪真人狭长的双眼中闪过一抹喜色露出笑容脸上难掩兴奋 不远处的小巷里不惜垂下车厢的帘子轻声道回去吧没什么可看的了 嗯走吧即妖精也点点头车夫驾着马车开始调转车身 莫灵练气房前的人群也开始渐渐散去 不少经单真人情绪低落恋恋不舍的看琢磨灵练气房的大门 苍浪真人转头看向旁边的云山真人和宜宁真人 唯唯一笑道两位承让了苍浪道有财大气粗 确实比不过恭喜云山真人冷笑带着时间转身离去 一宁真人轻横一声没有说话却心有不甘 看到两人的神色苍浪真人轻笑一声有些得意转过头 朝着念其扬了扬下巴道喂小姑娘宣布结果吧 四玉堂低声道师妹师尊敬拍成功一会儿咱们或许有机会见盗墨先生 嗯沉梦齐双全紧握眼中流露出一丝期待点了点头 自打敬拍会开始之后念其就没说过一句话始终在门前站着 神色平静看着下面众多金丹真人竞价 直到此时念其才扬声道 我宣布这次敬拍会获得极品灵气定制权的道友为 三号原本人群都已经开始散去 但念其的话音落下没多久 众人的脚步却渐渐停住了 面露疑惑神色古怪 三号三号不是清双门的移民真人麻 是口误还是听错了 众人下意识地回头 脚巷里那辆马车刚要离开 车厢中却突然传出一声轻疑 怎么会是三号 一个柔腻的声音响起 透着一丝迷惑 人群外 姬摇雪和白雨涵对视一眼 都有些错愕 这白雨涵也有些迷糊了 眨眨眼睛 说道正常而言 世界高者的 怎么会落到三号的头上 大门前 听到念其的声音 苍浪真人的笑容将在脸上 云山真人的脚步顿住 转头望去 若有所思 一宁真人愣在原地 背着从天而降的惊喜杂中 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 小姑娘 你说错了吧 苍浪真人微微皱眉 面露不快 没错啊 念其很自然地说道 苍浪真人脸色一沉 翻手亮出自己的号码令牌 审声道 你看清楚 我是一号 刚才是一号出价201万上品零食 一号出价最高 哦 念其点点头 道 你说的都对 听到这句话 苍浪真人神色稍缓 不料念其画风一转 很试认真的说道 不过 获得定制极品零弃权的 就是三号 如果说 最开始宣布的结果 众人还怀疑自己没听清 那这一次 在场众多修士可都听得清清楚楚 有情况 已经离开的修士 又以更快的速度聚在莫灵练气方门前 大多都是幸灾乐祸的神色 等着看热闹 苍浪真人身边本来都已经没有人了 转眼间 又围了一群人上来 云山真人眼中闪过一抹信念 故作观心地问道 苍浪道友 这怎么回事 哼 苍浪真人脸色难看 冷恒一声 目光阴沉 盯着念其缓缓问道 小姑娘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苍浪真人的身上 散发出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息 缓缓向念其压迫过去 谁都能看得出 苍浪真人此时已经动了真怒 面对苍浪真人的威压 念其面不改色 反问道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好 我要一个解释 苍浪真人跨不上前 狭长的双眼中光芒大盛 气势破人 大声质问 苍浪真人气势汹汹 念其皱了皱眉 似乎也有些不耐烦 问道 你要什么解释 明明最后我出价最高 201万上品零食 定制极品零气泉 你凭什么给别人 苍浪真人缓缓说道 小姑娘 如果你没听清 我现在可以再跟你说一遍 最后叫价 是我苍浪真人叫价最高 在场修饰都能作证 不 念其平平淡淡地阴了一下 反问道 然后呢 苍浪真人觉得胸口隐隐作痛 浑身轻颤 险些喷出一口老血 一边暴跳如雷 已经接近崩溃边缘 另一边却还是气定神弦 看到苍浪真人轻一阵白一阵的脸色 众人强忍着笑意 至我师尊出价二百零一万上品零食 你没听清吗 苍浪真人身后的弟子思玉堂忍耐不住 挺身而出 大吼一声 念其捂着耳朵 焦吃道 吼什么 有钱了不起啊 这一句话对回去 差点把思玉堂噎死 扑吃 终于有人忍不住 笑出声来 苍浪真人深吸一口气 脸上的肌肉抽搐着 眼角狂跳 咬牙说道 明明世界高者的 我就想问一句 莫灵炼气房的规矩何在 公平何在 规矩 公平 炼其一副你好天真的眼神看着苍浪真人 说道 在莫灵炼气房 所有的规矩啊 公平啊 都是我家公子说了算 第二百九十五章不讲道理 我家公子说了算的意思是在说 别说你出价二百零一万上品零食 就算你出价一千万 不给你还是不给你 苍浪真人黑着脸 嘴角抽搐 此时 他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 魂不着力的感觉 难受得要死 感受到周围众人嘲弄的目光 思玉堂和沈梦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无地自容 思玉堂见识过念琪的呛人本事 至今还笼罩在有钱了不起的阴影当中 哪敢再去招惹他 沈梦琪气不过 心中不愤 忍不住上前质问道 这位道友 你还讲不讲道理 明明最开始说好的借高者的 你可千万不要跟我讲道理 练琪连忙摆手 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很是认真的解释道 因为 在莫林练气房 从来就不讲道理 你 沈梦琪身形一晃 脸色发白 觉得胸口憋闷 败下阵来 哈哈哈哈 人群中传来一阵哄笑 这对于怡宁真人而言 当真算是意外之喜了 怡宁真人上前 念陆笑意 拱手道 多谢念琪道友 念琪点点头 苍浪真人尽可能平复心神 压下胸口恶气 沈声道 小姑娘 既然是你家公子说了算 那好 我要见莫先生 李书见就见 念琪斜眼看着苍浪真人 冷笑一声 小姑娘 我不懂这场敬拍会 定制极品灵气权 为何会落在别人的头上 但劳烦你去通报一声 就说碧霞宫苍浪真人拜见 苍浪真人微微仰手 眼中闪过一抹傲色 道 我苍浪的名号 莫先生必然听过 小姑娘 你不懂事 我可以理解 但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劝你 此时你最好不要替你家公子做决定 免得受到责罚 念琪轻轻皱眉 迟疑了一下 苍浪真人继续说道 我相信 在这大洲王朝的疆域之中 没有人会拒绝我苍浪的友谊 这番话说的傲气凌人 斩钉截铁 以苍浪真人的地位和修为 确实有资格说出这番话 不管怎样 念琪毕竟不到二十岁 还只是助机修士 一时间被苍浪真人的气势震住 有点拿不定主意 念琪神色犹豫 在这之前 苏子墨只是叮嘱过他 若是有必辖工的修士静拍 一律不理 念琪也不知缘由 此时 见苍浪真人如此笃定强势 念琪的心中也涌起另外一层担忧 他擅作主张 就这样为自家公子树立一个强敌 是不是有些草率 念琪道友 既然都已经决定了 还是别 以您真人欲言又止 他心中有些着急 生怕念琪进去询问过莫先生 再生出其他变故 但又不好意思说得太明 苍浪真人再度开口 自信地说道 我敢在此断言 你进去通报莫先生必定会改变主意 另外 如果零食不够 我可以加到250万块上品零食 思 听到这番话 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一口加价到250万 谁都能感受到 苍浪真人对这件极品零器 真是是在必得了 以您真人文言 也是黯然一叹 摇了摇头 如果苍浪真人的出价值比他高一万 以您真人还有信心 如今 苍浪真人都已经出价到250万 换作以您真人是莫先生 都会选择苍浪真人 不说其他 光是价格就整整高了50万块上品零食 莫先生没理由拒绝 念琪沉音少许 说道 那你们稍等一下 我进去问一下公子 念琪回到宅院里 关井大门 朝着苏子墨修炼的房间急驰而去 没过多久 念琪来到苏子墨的房间外 轻轻敲了下门 进来吧 苏子墨的声音响起 念琪推门而入 开门见山地说道 公子 静拍会出了点状况 怎么了 苏子墨席地而坐 并未起身 随意地问道 念琪道 这次静拍 外面确实来了一位毕霞公的修士 我直接把他忽略了 将定制极品灵器全落在下一个修士的身上 然后 念琪整理了一下思路 才道 然后这个毕霞公修士好像挺厉害的 说要拜见公子 还说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号 而且必定会改主意 不 苏子墨唯唯挑眉 对了 念琪又道 这个毕霞公的修士已经出价到250万块上品零食了 比第二名的高出整整50万块 这么厉害 苏子墨笑笑 长生而去 开始活动筋骨 舒展身躯 漫不经心地问道 他叫什么 念琪道 苍浪真人 苏子墨的动作突然停顿了一下 怎么了 公子 念琪好奇地问道 苏子墨笑了笑 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嘲弄 语气中有些感慨 轻声道 没什么 一个故人 那见还是不见 念琪摸不准苏子墨的意思 见 自然是要见的 不过不是现在 苏子墨淡淡地说道 另外 他有一点倒是说对了 我确实改变主意了 看这意思 墨灵炼气房有什么特殊的规矩 人群外 姬摇雪面露不解 疑惑地说道 不知道 白雨晗摇头道 不过 这位墨先生能立下这样的规矩 必是有什么深意吧 姬摇雪醋眉沉思 眸光变幻 青南道 亦或是 这个墨先生与碧霞公有什么恩怨 与碧霞公有没有恩怨 我不清楚 不过墨先生与真火门是肯定水火不容了 白雨晗说道 不远处的小巷里 马车后面的车厢中 姬妖精突然说道 我想起一件事 苏子墨他好像真与苍浪真人有恩怨 不 顾玺有些诧异 姬妖精回忆道 当初在燕国的王宫中 他当场斩杀了一位碧霞公的修士 而且让一位碧霞公的弟子回去带话 扬言要取苍浪真人的命 这样说来 方才的竞拍会出现那样奇怪的结果 也就能说通了 顾玺想了想 摇头道 不过 苏子墨只是助击修士 想要去苍浪真人的命 还差得太远 一个是助击 一个是金丹 实力肯定是有差距 但地位上 两人却已经不相上下了 姬妖精说道 不说其他 光是墨先生这三个字的分量 就足以与苍浪真人抗衡 想明白这一点 那念其进入通报的结果 姬妖精笑咪咪的说道 嘻嘻 有好戏看了 第二百九十六章跪下 斯玉堂轻声说道 师尊 你别着急 这小侍女没见识 没听过您的名号 也情有可原 等他进去通报一声 莫先生肯定会改变主意的 嗯 苍浪真人点点头 他有这个自信 莫先生没理由拒绝一个出价到二百五十万块上品零食的人 而选择其他人 斯玉堂又转头看向旁边闷闷不乐的沈梦席 柔声道师妹 你也别生气了 咱们何必跟一个侍女一般见识 就在此时 枝呀一声 宅院的大门打开 裂开一道缝隙 出来了 出来了 人群中响起一阵吵闹声 不光是苍浪真人 附近围观的众多修士 也都在等着最后一个结果 炼奇走出来 神色平静 看着苍浪真人 点头说道 真人说得果然不错 我家公子确实听过苍浪真人的大名 而且如你所料 我家公子也改变主意了 苍浪真人脸上的阴云散去 重新露出笑容 有些得意的看了看两旁 宜宁真人眼前一案 虽然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 但他心中还是有些失落 斯玉堂的李不饶人 冷笑道 小侍女 你家公子没让你跟我师尊道歉吗 炼奇笑而不语 散了 散了 一些修士看到已经有了结果 也就不再逗留 转身离去 炼奇继续说道 公子还说 如果是苍浪真人的话 公子愿意免费为你定制一件极品灵器 不收零食 听到这句话 苍浪真人心欢怒放 从250万块零食 到免费定制 巨大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苍浪真人这么厉害 也差不多 200多岁就已经达到精丹大圆满 是最有希望晋升为原因真君的 苍浪真人真有面儿啊 居然是免费定制 听着人群中的议论声 感受着众人羡慕妒忌的目光 苍浪真人甚至觉得有些飘飘然了 毕竟活了200多岁 苍浪真人压下心头狂喜 努力克制着 朝四周点点头 拱拱手 虽然他装作很淡然 仿佛早就料到这一切 但其眉宇坚确难掩得意 哈哈 苍浪真人还能忍住激动 故作淡定 他的弟子思玉堂却已经忍耐不住了 满面红光 笑格不停 电奇笑了笑 道不过 公子说 帮助苍浪真人免费定制极品灵气可以 却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说吧 苍浪真人心情大好 大手一挥 傲然道 只要是我苍浪真人能办到的 定会尽量配合 真人放心 这个要求对你而言很容易 电奇突然收起笑容 语气转朗 一字一顿地道 公子说 要你跪下 人群中的喧嚣顿时静了下来 全场鸭雀无声 若真可闻 在场的每个修士 都是一脸错愕 目瞪口呆 下意识的探向念奇和苍浪真人 要你跪下 现场虽然嘈杂 但这四个字 众人可都听得清清楚楚 绝不会错 姬姚雪和白羽 韩两人愣住 不远处 小巷的马车里 一位女子柔腻的声音响起 带着一丝笑意 哈 我就说吧 苏子墨很有趣的 似玉堂的笑声戛然而止 苍浪真人的神情将在脸上 缓缓转头 眯起双眼 悠悠地问道 小姑娘 你刚才说什么 你有胆再说一遍 我听听 没听清麻 面对苍浪真人的威胁 念其浑然不觉 淡淡地说道 只要你跪下 公子就会为你炼制一件极品灵气 哦 对了 公子还说了 真人若是跪下之后 再可一个想头 公子可以再帮你炼制一件极品灵气 羞辱 虽然众多修士不清楚 莫先生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改变 但这对苍浪真人而言 完全就是彻彻底底的羞辱 极品灵气的价值再高 在众目睽睽之下 苍浪真人怎么可能下跪 这一跪不要紧 今后在修真界恐怕将颜面尽失 呵呵呵呵 苍浪真人突然笑了起来 以一个助击修士 小小侍女就敢捂入金丹真人 纵然这里是王城 我现在也能避了你 苍浪真人狭长的双眼中闪烁着凛冽的杀鸡 原本背在身后的双手 也已经放在锄物袋上 声音冰冷刺骨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苍浪真人的杀鸡 在众人看来 念琦只是一个侍女 以苍浪真人的身份和地位 此时强势出手 斩杀掉一个侍女 未必会受到责罚 念琦神色不变 继续说道 公子已经料到 你听完这个要求 必然恼羞成怒 要出手杀我 但这里是王城 你若是敢先动手 其他修饰都有足够的理由阻挡 嘿嘿 苍浪真人笑了 道 为了你一个小侍女 谁敢拦我 念琦点头道 所以啊 我家公子说了 谁斩下你的人头 公子就为谁定制一件极品灵气 苍浪真人神色一变 这句话太狠了 完全是将他架在火上烤 不但要羞辱你 还要让你忍着 无处发泄 此时 只要苍浪真人敢对念琦动手 其他修饰就有足够理由出手 到时候并会联手将他斩杀 因为 他的人头 就能换取一件极品灵气 谁不动心 即便一些修饰顾及他的威望 不敢出手 但不远处 是就位和清准位的大统领 已经走了过来 只要他敢稍有异动 这两位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苍浪真人脸色极为难看 阴晴不定 不管怎样 今日他已经是颜面扫地 但苍浪真人想不明白 为何这个莫灵会对他有这么大的仇恨 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手中沾染了无尽鲜血 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与莫姓的修真者结过仇 这么看 这位莫先生肯定是与我苍浪认识了 苍浪真人毕竟是金丹镜的顶尖强者 很快就调整过来 眼中闪过一抹激疯 冷笑道 既然是旧事 又何必藏头落尾 躲在里面不与我相见 电骑道 公子说了 见是一定会见的 但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 宗门大笔 好 苍浪真人点点头 韩生道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 这个莫灵是何方神圣 第297章公子有请 话已至此 苍浪真人不可能在这逗留下去 阴沉着脸 带着两位弟子转身离去 随着苍浪真人的离开 围观的众多修饰也渐渐散去 小巷中 车夫赶着马车 朝着远处行去 人群外 姬瑶和白宇涵两人站在一旁 看完整个竞拍会的过程 神色都有些感慨 白宇涵道 看见没 莫先生没有出面 就将苍浪真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只能灰头土脸地离开 姬瑶雪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赞赏 道 这位莫先生确实挺厉害 已经提前料到了 苍浪真人接下来的所有反应 从而加以应对 顿了一下 姬瑶笑笑 道 如果不是父皇跟我说过 他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我都以为是什么老谋深算的老头子呢 呵呵 白宇涵捉挟尸地看着姬瑶雪 心笑一声 问道 怎么样 是不是对莫先生有点好奇了 姬瑶雪摇了摇头 无奈一笑 放心吧 等你见到莫先生 就会把那个什么苏子莫忘得一干二净 白宇涵信誓旦旦地说道 就在两人说话这一会儿 以您真人已经将定制极品灵器的三十份材料 还有二百万块上品灵石都装进储物袋中 交给了念琪 姬瑶雪两人朝莫灵练气房走去 以您真人似乎又对念琪说了些什么 念琪摇了摇头 以您真人略有失落 转身离开 见过师尊 姬瑶雪正好迎过来 唯唯攻身 柔声说道 此时的姬瑶雪虽然衣着寻常 而且对以您真人攻身行礼 但浑身上下却透着一种皇族大气 贵不可言 赤摇雪啊 不必行礼 以您真人点点头 伸出双手 将姬摇雪的双臂扶起来 姬摇雪的身份 青霜门的弟子都不清楚 但他是知情的 姬摇雪只是去青霜门修行十年 到宗门大比的时候 他就会回到大洲王城 不再返回青霜门 此时姬摇雪回到王城 实际上就是已经恢复公主的身份了 恭喜师尊 姬摇雪笑着说道 呵呵 以您真人眼中难言喜色 笑道 也是机缘巧合 阴差阳错 谁能想到 莫先生最后竟会选择我 白语寒问道 以您道友方才跟念琪说了些什么 我提出想要拜见莫先生 当念感谢一番 可惜人家没同意 直接就拒绝了 以您真人苦笑一声 姬摇雪安慰道 听这位念琪道有的意思 莫先生会献身宗门大比 到时候一定能见到的 嗯 希望如此 三人又聊了几句 以您真人方才离去 姬摇雪转头笑道 看吧 人家是大洲第一练琪师 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我师尊都吃了个闭门羹 是失败 万一能成了 白语寒打趣着说道 大不了 到时候咱们爆出三公主 你的名号 没准一下就镇住场面了 白姐姐 你又取笑我 姬摇雪摇头轻笑 两人上前 白语寒敲了敲门 没过多久 大门应声而开 念琪探出头 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有些好奇地看着姬摇雪两人 竞拍会已经结束了 两位道友来晚啦 姬摇雪微微一笑 道 这位道友 我们不是来参加竞拍会的 之前周天子曾在莫先生这里定制一件集品灵器 我是来取这件集品灵器的 哦 念琪恍然 目光在白语寒的身上转了一圈 他认得这位是白要位的大统领 既然这位黄山女子与白语寒同行 那应该错不了 两位稍等 那件集品灵器在公子那里 我这就取来 念琪说了一句 便要关上大门 嘎嘎 白语寒见姬摇雪神色淡然 根本不提拜见莫灵一事 连忙将念琪叫住 轻壳一声 道 念琪道友 我们能不能一起进去 拜访一下莫先生 毕竟对他也是仰慕已久 不行莫 念琪想都不想 摇了摇头 顿了一下 念琪看着白语寒 不解的问道 白统领 你不是见过我家公子吗 我是见过 他没见过 白语寒指着旁边的鸡摇雪 那也不行 念琪还是摇了摇头 关上大门 对了 他是大洲王朝的三公主啊 喂 白语寒又连忙喊了一句 也不知道念琪听没听到 姬摇雪忍俊不惊 失笑道 白姐姐 快别喊了 人家都不理你 你不嫌丢人 我都怕了 白语寒撇嘴道 不见就不见 有什么了不起 过了一会儿 大门重新打开 念琪闪身而出 看着姬摇雪的目光有些好奇 极品灵气呢 我们拿了就走 白语寒被念琪连续拒绝两次 心中有些不愤 念琪道 灵气在我家公子的手中 白语寒皱了皱眉 问道 那你刚才干嘛去了 念琪微微恭声 做出邀请首饰 微笑道 两位 公子有请 姬摇雪和白语寒都愣了一下 两人原本以为 根本不可能见到莫先生 但如今 却有这样的反转 这位莫先生的心思 还真是令人捉摸不透 姬摇雪还算淡定 神色平静 见与不见 对他而言 都没什么要紧 白语寒却展颜一笑 美滋滋地拉起姬摇雪的手腕 催促着说道 走吧 机会难得啊 在念琪的带领下 两人走进了这个被誉为 大洲王城之中最神秘的宅院 院子中的房屋错落有致 院内干净简洁 草坪修得整整齐齐 不远处摆放着一张石桌 几个石凳 再无他物 在积水河畔 趴着一条浑身披满灵甲的大黑狗 似乎在闭目小气 两位请坐 念琪将两人带到石桌前 只见桌面上已经吸好了一壶香茶 正冒着腾腾雾气 香气扑鼻 姬摇雪两人依言坐下 念琪为两人各自倒上一杯茶 看到念琪这个样子 白与寒倒有些忐忑了 念琪虽然表面上是侍女 但在大洲王城中 能让这位端茶倒水的修饰可不多 姚雪姐姐 果然是你 就在此时 一声惊呼从不远处传来 姬摇雪转头望去 只见苏小宁正飞奔过来 一脸欣喜 小宁 你怎么在这 姬摇雪愣住 就在此时 另一道声音响喜 温润如玉 姬姑娘 别来无恙 第二百九十八章 你就是某先生 姬摇雪焦躯轻颤 转头望去 不远处 一位清秀书生模样的修饰舵步而来 青山长袖 衣媚飘动 眼眸清澈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姬摇雪争住 一瞬间 有些恍惚 久久不语 不知为何 姬摇雪觉得鼻子一酸 眼眶渐渐红了 这道身影 曾无数次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 如今见到 她却感觉有些不真实 她的耳边仿佛没有了其他的声音 始终在回荡着那一句话 姬姑娘 别来无恙 好啊 原来你和莫先生早就认识 你瞒得我好苦啊 白羽寒凑到姬摇雪身边 巧声说道 听到这句话 姬摇雪渐渐回过神来 青山男子也已经来到近前 白羽寒见过莫先生 白羽寒连忙起身 拱手抱拳 青山男子只是点了点头 目光转动 又重新落在姬摇雪绝美币脸庞上 眼中透着一丝笑意 白羽寒看看姬摇雪 又看看青山男子 她有点看不懂了 两人若是认识 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若是不认识 方才莫先生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莫先生 过了一会儿 姬摇雪终于开口 好像是的 青山男子点点头 那我该叫你苏公子 还是莫先生 亦或是子莫 随你啊 话音刚落 心有灵溪斑 两人相识一笑 一如从前 坐吧 苏子莫指着旁边的石凳 与姬摇雪坐了过去 白羽寒整个人愣在原地 一时间还没缓过神来 什么苏公子 什么子莫 白羽寒转过头 连忙回到姬摇雪身边 一脸迷茫地问道 摇雪 你刚才说的苏公子和子莫 是什么意思啊 这 这位是莫林 莫先生 姬摇雪笑而不语 转头看向苏子莫 苏子莫看了白羽寒一眼 坦然地说道 重新认识一下吧 在下苏子莫 哪个苏子莫 白羽寒有些蒙 下意识地问道 燕国 苏子莫 啊 白羽寒惊呼一声 满脸的难以置信 师声道 你是那个无法修行 没有灵根的废人 苏子莫 听到废人二字 姬摇雪皱了皱眉 微微侧目 心声道 白姐姐 恋奇面露不快 忍不住说道 白统领 你怎么这样说话 若我家公子是废人 这天下间还有谁不是废人 这 这怎么可能 一时间 白羽寒难以接受 目光在苏子莫 姬摇雪 念其 苏晓宁四人的身上来回打转 却发现没有人像是在开玩笑 在白羽寒的印象中 那个燕国人苏子莫 于眼前的莫先生 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存在 一个在天上 是大洲第一练起师 声名赫赫 几乎所有的金丹真人 都想要与其结交 一个在地下 来自小小诸侯国 天远之地 没有灵根 无法修行 红尘俗世中最普通的凡人 两个人 怎么就成了一个 苏子莫笑笑 淡淡地说道 是啊 这世间 偏偏就有许多不可能的事 姬摇雪岔开话题 好奇地问道 你为什么叫莫灵 苏子莫指着门上的牌匾 道 莫灵只是炼器房的名字 狂然下意识地以为我叫莫灵 我懒得解释 就这样传开了 想不到啊 几年不见 你的变化这么大 已经成了明满王城的莫先生 想见一面都难呢 姬摇雪打趣着说道 苏子莫也笑着说道 大洲王朝三公主的名号都报上来了 我哪敢不见 扑 姬摇雪无嘴轻笑 白了白雨寒一眼 道都是白姐姐乱喊的 在白雨寒的眼中 自从见到了苏子莫之后 姬摇雪仿佛变了一个人 眉间的愁思进去 美眸似水 雨笑奄然 美艳不可放物 姬摇雪想了想 又道 对了 父皇对你的评价也很高呢 是对莫灵吧 苏子莫语气平淡 反正都一样 你们是一个人麻 姬摇雪道 苏子莫笑了笑 没说话 他心中很清楚 若是打周天子发现他就是莫灵 对他究竟是什么态度 还真不好说 天心难测 周天子若是一目之下 将他战杀 都能找出充足的理由 大王定制的极品灵气 是送给你的吧 苏子莫问道 嗯 姬摇雪点点头 伸出手掌 笑着说道 交出来 让我看看莫先生定制的飞剑怎么样 能不能入得了我的眼 苏子莫玩耳 从除雾袋中移出一柄飞剑 剑长三尺 剑身约有两尺宽 剑身上闻着神秘玄奇的花纹 堪称鬼斧神功 美轮美奂 苏子莫注入灵力 花 剑身上亮起四道灵纹 璀璨夺目 刺文极品 看着这柄飞剑 白雨寒的眼中闪过一抹羡慕 他虽然是白药卫的大统领 却还没有一件极品灵气 姬摇雪双手接过飞剑 手指在剑身上试过 感受着剑风带来的寒气 心中却躺过一股暖流 翁 姬摇雪的指尖扶过剑尖 轻轻一弹 剑身颤抖 发出一阵清悦的剑鸣之声 光是听这剑鸣声 便能判断出 这柄飞剑在极品灵气之中 也是上乘之作 已经无限接近于完美灵气 苏子莫又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件淡黄色的长衫 必到姬摇雪面前 道 这件长衫也送给你 姬摇雪接过来 这件淡黄色的长衫很薄很轻 莫上去带着一丝凉意 姬摇雪心中一动 朝长衫上注入灵力 花 长衫上 四道灵光迸发出来 熠熠生辉 啊 几乎是同时 姬摇雪和白雨寒都惊呼一声 又是一件极品灵气 而且还是难得一件的防御性极品灵气 看着长衫的身形线条 几乎就是为姬摇雪量身定制的 此时白雨寒的心中已经不是羡慕 而是妒忌 这也太奢侈了 哪有人一出手 就送极品灵气的 姬摇雪逼垂着头 仰装打亮着手中的长衫 脸颊为红 心乱如麻 注意到姬摇雪的神色 苏子墨眉头轻皱 他送出这件长衫 完全是因为他将姬摇雪 看作是好友之己 更何况 姬摇雪对他有恩 对苏家有恩 苏子墨不想引起姬摇雪的误会 苏子墨沉吟少许 看似随意地说道 前阵子刚好买到一些千年的天蚕丝 就炼制了三件长衫 除了你之外 小宁和念琪也都有 听到这句话 姬摇雪眼前一暗 但很快 姬摇雪就恢复如初 抬起头的时候 已经露出笑颜 道 那就多谢啦 第299章红门宴 小宁眨眨眨眼睛 看出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不对 就拉起姬摇雪的手掌 笑着地说道 摇雪姐姐 你怎么才回来 我都想你了 姬摇雪柔柔小宁的额头 柔声问道 在青霜恋丹得呆得怎么样 有没有人欺负你 苏小宁唯唯一睁 眼神躲闪了下 笑道 没有呢 师兄师姐都跟照顾我 嗯 姬摇雪轻易一声 虽然小宁隐藏得很好 但她还是发现了些许端倪 姬摇雪转头看向苏紫末 皱眉问道 紫末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摇雪姐姐 你别问了 苏小宁连忙说道 姬摇雪淡然一笑 道就算你和你哥不说 这大周王朝中的事 我若想知道 谁能瞒住 也没什么 青霜恋丹阁有个叫做杨玉的修饰 与你有嫌隙吧 苏紫末开口 点到极止 并未多说 当初在青霜恋丹阁 苏紫末就对这个杨玉说过 会有人收拾他 是他 姬摇雪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 这个杨玉 我早就警告过他 不要再来招惹我 直到此时 才能在姬摇雪的身上 察觉到皇族独有的威严和杀伐 他的体内 流淌的毕竟是天子的血脉 一怒之下 可以浮尸百万的大周天子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虚空中 飞来一片红点 速度极快 看方向正是朝末灵练气防而来 白羽寒醋梅道 是赤救魏 这时候跑到这边来干什么 苏紫末心中一动 隐约猜到了什么 没过多久 醋十名赤救魏降临在莫灵练气防外 为首一人光头五眉 正是赤救魏的大统领突救 突救其在一头赤救身上 面无表情 抱拳道 大王有令 让三公主回宫 另外 大王在听宇轩设宴 请莫先生赴宴 姬摇雪皱了皱眉 从突救的眼神中 他看出了一些问题 突救统领 父皇设宴邀请莫先生 可有说过是因为何事 姬摇雪目光炯炯 盯着突救的双眼 扬声问道 突救微微躬身 避过姬摇雪的眼神 道 属下不知 姬摇雪心中一沉 他自幼在王宫中长大 熟知王宫的一切 在突救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一缕 若有若无的杀伐之意 这种杀伐之意 肯定不是针对他 究竟是对谁 不言而喻 你别去 姬摇雪转身 神色凝重 看着苏子墨摇了摇头 苏子墨淡然一笑 其实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一个多月前 当他与苏晓宁 在王城中相认时 他就已经想到了 以周天子的心思 早晚会查出 他的真实身份 更何况 在宗门大笔上 他的身份根本瞒不住 苏子墨也从未想过要隐瞒 如今 天子设宴 是就位现身 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的身份已经曝露了 这摆明了是一场鸿门宴 但苏子墨却不得不去 这里是大周王城 他别无选择 我陪你 姬摇雪也意识到 就算此时苏子墨拒绝前往 吃就位也会强行将他带过去 到时候 可能情况会更糟 你们留在这 等我回来 不用担心 苏子墨转身 叮嘱了一下念琪和小宁 又看了一眼趴在角落里的夜灵 走吧 苏子墨 姬摇雪 白宇涵各自坐上一头吃就 在秃就的带领下 朝着王宫急驰而去 少许之后 众人来到王宫中 王宫中竟飞 众人从赤就上一跃而下 突就躬身道 三公主 您请回吧 属下这就带卓默先生去赴宴了 我也一起去 姬摇雪语气虽平淡 却不容置疑 突就按皱眉头 沈声道 三公主 请别让属下为难 我也是奉命行事 不 姬摇雪淡淡地问道 我让你为难了 你有意见 突就心头一颤 连忙说道 属下不敢 姬摇雪转过头 目光凌厉 气势逼人 只问道 你所奉之命 是黛默先生过去 我跟着去 跟你的任务冲突麻 这 突就无言以对 在这大周王宫之中 姬摇雪像是变了一个人般 显露出皇族独有的霸气和威严 锋芒毕露 姬摇雪又问道 我刚刚从青霜门回来 很久没有与父皇在一起吃饭 今日父皇设宴 我想去与父皇团聚吃饭 你要拦着 属下不敢 姬摇雪连续三个反问 瞬间将突就问出一身冷汗 姬摇雪白手道 带路吧 是 突就稍作犹豫 目光阴沉 横了苏子墨一眼 才不甘心地垂手应下 众人朝着廷宇轩行去 没过多久 众人来到廷宇轩门口 只见池水间的小道上 有神色冰冷的禁军镇守两侧 手持长刀利斧 浑身散发着淡淡的血腥气 这是真正经历过战场杀伐 鲜血洗礼的禁军 这些禁军的修为 全部都是筑基圆满 还在苏子墨之上 至于打通几条经脉 亏灵术还看不出来 其余的赤就未留在外面 苏子墨鸡咬血 突就白与寒四人 穿过天子禁军 踏入廷宇轩中 刚刚踏入此地 苏子墨就感受到了 一股肃杀之戏 廷宇轩的周围 还站着一圈修饰 全部都是惊丹静 面无表情地盯着苏子墨 目光森朗 在廷宇轩内 正中间摆放着一张桌子 上面放置着一盘盘精致菜肴 还散发着热气 正对着门口的座位上 坐着一位身着天子袍 贵不可言的中年男子 额头宽广 目光深邃 神色如水 看不出喜怒 大周天子 周天子的目光定格在 苏子墨的脸上 久久不动 似乎是在审视 想要看清楚 眼前这个青山书生 究竟是什么人 周天子的目光如刀 加之九居王位 目光中自然带着一种 俯视苍生的威严 就算是修真者也不敢与其对视 但苏子墨神色坦然 与周天子对望着 没有一点回避的意思 在这之前 或许苏子墨还有些心虚 但这三年来 苏子墨以莫灵之名 在大周王城中名声大噪 续成大事 加之苏子墨本事就是内有锋芒之人 以周天子的威严 也压不住他 第三百章五解的局 周天子的目光从苏子墨身上收回 方才的威严瞬间消失不见 好像一切都只是错觉 雪儿过来 周天子微微转头 看向姬摇雪 露出一丝笑意 招了招手 姬摇雪轻簇而眉 一动不动 周天子笑着问道 怎么 不愿跟父皇一起吃饭 此时的周天子慈眉善目 看着姬摇雪的目光带着一丝宠溺 看上去完全就像是一个稍稍年长的父亲 虽然在周天子身上 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杀鸡和敌意 但灵爵却告诉苏子墨 眼前这个人极度危险 而且 他正处在生死边缘 姬摇雪神色犹豫 时宜少许 缓不走过去 在周天子的示意下 坐在了旁边 父皇 墨先生他 吃饭吧 姬摇雪话未说完 就被周天子打断 语气平静 却让人无法反驳 说完 周天子旁若无人斑 吃着桌上的菜肴 食香优雅 慢嚼戏烟 没什么声音 此时 就连姬摇雪都已经摸不清周天子的心思 姬摇雪看了一眼苏子墨 心中忐忑 虽然象征的吃着东西 却未同较辣 听语宣中 苏子墨好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周天子像是忘了他一样 将他晾在原地 苏子墨淡然一笑 也不老 单手赋于身后 跺不来到旁边 望着外面的宜人景色 悠然自得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听语宣中极尽无声 苏子墨似乎已经完全沉浸在美景之中 忘记了身边的一切 此时 白宇还暗暗点头 面露钦佩 可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在大周天子的面前 还能保持这样平常从容的姿态 取久之后 周天子擦擦嘴 眼底闪过一抹令人心悸的寒光 姬摇雪放下碗筷 心壳一声 道 撤了吧 姬摇雪这句话一方面是召唤侍女来 将菜肴撤去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提醒苏子墨 苏子墨渐渐缓过神来 又回到周天子身前不远处站定 我是该叫你莫先生 还是苏子墨 周天子突然开口 毫无遮掩 直接了当地问了出来 苏子墨道 哪一个都行 看大王心意 砰 周天子的手掌突然落下 重重地拍在桌上 传来一声巨响 姬摇雪下了一跳 苏子墨 你可知罪 周天子拍案而起 整个人的气息陡然一变 犹如一头发怒的狮子 浑身散发着庞大浩瀚的威压 如潮水般席卷而去 这几个自如红中大缕 正耳欲聋 苏子墨的身形一晃 在天子的威压之下 苏子墨有种近乎窒息的感觉 朝不保夕 似乎随时都可能身受益处 父皇 姬摇雪神色一变 连忙起身 此事你别管 周天子看都不看 轻轻挥动绣袍 便将姬摇雪送到旁边 也不知失了什么法术 姬摇雪的身子一动不能动 只是神情激动 眼中透露着无尽的担忧 口不能言 苏子墨闭上双眼 深吸一口气 再度睁眼时 一一声辉 一彩大胜 我和最之友 苏子墨反问道 周天子目光阴沉 缓缓说道 在我面前 你隐瞒身份 这就是欺君大罪 当处已斩首 听语宣中的所有人 都能感受到周天子的杀机 苏子墨却神色不变 波澜不惊地说道 大王从未问过我 隐瞒之事 从何谈起 一派胡言 周天子大声道 当日在墨灵炼器房 我曾亲口询问 你来自河门河派 师臣河人 事到如今 你还敢狡辩 苏子墨淡淡地说道 当日大王是为福司法 我又怎知大王身份 隐瞒之事 自然无从谈起 周天子微微皱眉 苏子墨的话 外之意很简单 这件事的根源 不在他 而在于周天子 从始至终 周天子都没有以天子的身份 询问过苏子墨的来历 后者自然也就谈不上欺君 不论怎样 苏子墨毕竟救过鸡摇血的命 而且苏子墨另外的身份 是明满王城的墨先生 于情于理 周天子都不应该斩杀苏子墨 但当周天子得知真相的一刻 却有种被人捉弄欺骗的羞耻之感 就这样放苏子墨离开 他心中不甘 想杀 又不想杀 周天子的内心 矛盾达到了极点 所以 他要斩杀苏子墨 就必须找一个足够说服自己的理由 从一开始 苏子墨踏入听雨宣的时候 他的灵觉感受到强烈的危险 就是因为周天子已经动了杀星 只是缺少一个理由而已 所以 周天子将苏子墨晾在原地 只要苏子墨应对不当 周天子会立即出手 将他斩杀于此 正常而言 像苏子墨这个年纪 最为气盛 加上有大周第一恋启师的名号 受到这样的无视 并会恼怒 要么上前理论 要么拂袖离去 无论哪一种选择 苏子墨都必死无疑 但偏偏 他不气也不恼 平淡如水 走到一旁看着外面的景致 周天子无奈 只能再度发难 扣下欺君大罪 打算以此作为斩杀苏子墨的理由 但三言两语之间 又被苏子墨化解掉 让周天子完全没理由反驳 看似只是言语上的交锋 但其背后 却充斥着刀光剑影 稍有差池 苏子墨就会染血听雨轩 看透这一切的鸡咬血 心疏一口气 神色稍缓 很好 周天子面无表情 点了点头 与其冰朗 也听不出是赞赏还是激凤 欺君之事先放在一边 周天子目光冰朗 韩生问道 斩杀进军守卫戴旭之事 你可承认 其实 这件事只要仔细调查 苏子墨就肯定逃不了干系 当初 戴旭在听雨轩外看到他的身影 才跟踪上去 当天夜里生死 凶手是谁 不言而喻 苏子墨沉吟少许 点头道 是我杀的 好 周天子眼中寒光大声 道 既然你承认 那没什么好说的 一命长一命 苏子墨抬起头 看着周天子反问道 戴旭要杀我 我为何不能杀了他 只要有人要杀你 你就要反杀回去 周天子眉头一挑 是 苏子墨毫不犹豫 周天子双眼突然眯起 缓缓问道 那现在我要杀你 你想怎样 听到这个问题 姬摇雪浑身一颤 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无论苏子墨怎么回答 都是错 如果苏子墨示弱 不敢反杀回去 那就推翻自己方才说的那句话 周天子完全可以顺水推舟地杀掉他 如果苏子墨态度强硬 回答敢反杀天子 那就是士君 更是必死无疑 无解的局